太监总管飞快擦了把额头上的汗珠 看出徐家军是真不想要他们的命 暗松了一口气 徐悦问 名册有吗 能得出这么详细的数据 一定有名册在 太监总管点头 徐悦让士兵跟他娶娶 等两人拿住名册回来时 徐家军士兵们已经把北宫内的宫女太监们 全都赶到了正殿前的广场上 一共两百多人 占了广场一半的面积 徐悦突然觉得很可笑 赵元金念念不忘的赵氏荣耀 居然就只有眼前这一座小的可怜的宫殿 当然 这个小是以洛阳皇宫来做对比 如果放在普通宅院里 也很宏大了 士兵领着太监总管来到徐悦面前 摇了摇头 首领 北宫内所有值钱的物件都被带走了 连张旨都没剩下徐悦嘴角微抽 徐大郎大步从宫门外走了进来 速度极快 太监总管感觉只是一眨眼的功夫 那身披铠甲 高壮得像是一头熊市的青年将军就来到眼前 徐大郎在徐悦面前站定 一大片阴阴笼罩下来 太监总管暗吞了口口水 把头埋得更低 努力缩小自己的存在感 徐大郎瞥了他一眼 没什么兴趣地收回目光 对徐悦说 各处城门已经换上了我们的人 城中街巷都已经肃清前进 那个圣母公孙宝器被我关在一个官员的空院里 你看看咱们怎么收拾他这种王朝余孽 王朝余孽 太监总管看了眼自己身上的工人服饰 心乱了 徐悦纠正哥哥 人家叫公孙宝月 徐大郎冷哼一声 不喜欢的意味非常浓烈 他不配跟你用一个名字 月亮只能是他妹妹 徐悦无语 但现在不是纠正哥哥的时候 请徐大郎去找点纸笔过来 他要清点这些工人 对了 哥哥你顺道把逃出宫的那些工女和太监带回来 温和点 别把人吓坏了徐悦不放心地叮嘱到 徐大郎胡乱硬了 也不知道有没有把徐悦的嘱咐听进去 风风火火地来 转身又风风火火地去 诺带一个北都都城 想要找些纸笔并不难 总有人跑路代不起家当 徐大郎把这些东西全部搜罗起来 让手下送到徐悦面前 除了纸笔之外 还有不少值钱的百剑字画 百剑徐悦让跟住自己的师弟猪八戒 进入公帐中 书画马 他就代收了 士兵们把北地书房里的桌椅 搬到正殿前 纸笔摆上 一个临时登记处就有了 太监总管拿住名册 一边点名 一边重新给工人们登记个人资料 徐悦坐在他身后 一边喝着凉水 一边听着从各处传来的消息 一切都是那么的有条不紊 公孙宝月从没见过这么安静的北都 想象中的徐家军入城后四处搜刮 烧杀强掠的情况并没有发生 兴许是他们早就知道 之前的玩意儿已经被北地一行人带走了 城内街巷一个人都没有 徐家军不准百姓出门 勒令城内百姓老是待在家中 从府外传来的 只有徐家军士兵巡逻的动静 还有那能刺穿耳膜的大喇叭 喊着城内百姓听着自觉居家 不要出门 围着无论缘由 力斩不设 大喇叭一遍又一遍地喊住 公孙宝月听的耳朵都要起茧子了 他被徐墨绑成一颗粽子 甩在昔日的多位将军府中 府中主家主母早跑没饮 只剩下几个侍妾和两名卢子 被徐墨威胁一番 这几个侍妾把他关在柴房里 死死看住他寸步不离 就连去上茅房 都是轮流住去 奈何公孙宝月身为北后的尊贵身份 平日里接见的贵妇至少也是个正妻 这些阴阴艳艳的妻妾 她是多一眼也不会瞧的 所以眼下哪怕想套套近乎 人家也不会理睬他 距离徐家军破城已经过去两个时辰 太阳落山 夕阳的余灰从窗帘洒下来 满是黄昏 公孙宝月肚子咕噜叫了起来 她羞恼地红了整张脸 只怕被门外那几个侍妾听见 要不咱们送完水吧 门口 突然响起女子细弱的伤一声 公孙宝月顿时来了精神 甩动肩膀 怦怦撞响身后的白墙 反作用力把她肩膀震得生疼 可只要能与那几个侍妾说上话 也就顾不上了 然而 另一名女子却说 别了吧 徐将军让咱们看住她 恶令不许咱们靠近她一步 你别软那不该软的心肠 好意开始提议的女子 似乎被说动 两人达成默契 没在吭声 公孙宝月 她不认命地又撞了两下墙 外面传来女子担忧的声音 可另外一个心狠的侍妾 却提醒 她奶将门之后 咱们几个可抵挡不了 你就别管了 这人要是在咱们手上出了事 你我全得死 好吧 要不咱们进去看一眼 撞得这么狠 我听着都牙酸 别是真出了什么事吧 枝牙一声 紧闭的柴房大门突然打开一条缝 露出两双探究的乌黑大眼 公孙宝月激动地滚了滚 被捆成粽子的身体 眼神期盼地望住两人 希望他们过来 你怎么了 公孙宝月认得出 这就是那个心软侍妾的声音 忙做出憋尿男人的表情 她嘴巴也被不塞住 根本说不出话 但心软的侍妾一下子就懂了 忙看向另外一名同伴 咋办 不能让 她直接拉在身上吧 这可是 可是什么心软的侍妾没说下去 但两人都知道 面前这个女人是身份尊贵的背后 徐家军没杀她 想来是留着还有用处 而北帝和他们家老爷主母一起跑了 保不齐什么时候 北帝又折返回来 把徐家军打跑了呢 两人想到了一处 琪琪朝公孙宝月看了过来 公孙宝月大喜 哼记得更激烈了 怎么了 你们怎么把门打开了 不要命了 一道尖利的女婴突然在门外响起 两名侍妾回头一看 齐声叫了 姐姐 公孙宝月心顿时一沉 多为辅这几个尸妾 有两个生育了数子 为了他们的孩子能活命 心可比那位小心谨慎的尸妾很多了 第五百五十章有期徒刑三十五年 果不然 听见两个年轻妹妹说 公孙宝月要去茅厕 赶来的女子把两人骂了得狗血淋头 你们这两个糊涂的 你们要死自己去死 平白连累我们 她要上茅房 你们不知道去拿公筒吗 两个蠢出生天的蠢货 看着扔到面前来的 公筒 公孙宝月憋得翻了白眼 差点气晕过去 几个侍妾合力把她架了起来 撩开裙摆 把她扔在公筒上 任凭公孙宝月如何羞耻如何反抗 也没有用 她好像似乎真的尿急了 听着柴房里滴滴答答的流水声 公孙宝月绝望地闭上眼 社会性死亡 北宫中天色已经暗下来 各处点燃火把 整个大殿亮入白昼 太监总管已经完成统计工作 宫里的加上徐大郎后面送回来的 人数整整361人 一个不多一个不少 太监总管都被这个精准的数据 惊得倒吸了一口气 再看店内店外这些徐家军 心中只有无尽的惊叹 能把任务执行到这个地步的士兵 只有徐家军这一对 逃出城的太监和宫女们 全都被带了回来 何时身份无误后 徐月让士兵们 把做好的大锅饭抬上来 让他们先吃晚饭 宫人们看住锅里热腾腾的酥米粥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一个个见了鬼师的瞪大了眼 吃惊地望住大殿上的徐月 看什么 这你们还嫌弃 徐月惊讶反问 难不成还想吃肉 宫人们吓一跳 盲摇头说没有 他们平日里吃的还没这个好呢 能吃上好酒好菜的 那都是得脸的太监宫女 普通宫女太监 也就是勉强混个渡宝而已 不过还是有宫女小声问 这是断头饭吗 徐月啃一口手里的大白面馒头 又喝了一口黄澄澄的小米粥 戏谑地问他 杀了你们对我有好处吗 不等对方回答 自顾又皆道 人当然是活着才有用处 死人能干什么 死人一点价值都没有 给你们吃的你们就吃 吃饱了好给 我工作 听见徐月这话 宫人们不但不怕 反倒松口气 他们就怕白吃白喝 最后死无葬身之地 现在知道原来徐月是准备给自己等人派活干 也不再犹豫 御膳房里那些太监自发上前拿起碗勺 给其他工人乘舟 一时间 大殿内外全是呼噜呼噜的喝舟声 不过吃饭的人多 搭起来的炉台也多 上午还显得气势灰红 尊贵不容清饭的皇宫 到了下午便布满了人间烟火气 天色已晚 住宿成了一个大问题 徐月下令 不准士兵去打扰城中居民 北宫这里的几座大殿 就成了露营地 太监宫女们吃饱了饭 立刻被分成几个小队 在城内为徐家军将士们找地方住 皇宫住满了 那就到那些跑路大臣的府邸府邸也安排满了 就去菜市口广场 但城里屋檐街巷都睡了人 还是住不完这么多士兵 太监总管就把人领到了城外各处别院庄子 工人们在北都生活了很多年 多是附近本地人士 对这边的别院 庄子料如指掌 也清楚哪家的人跑了 哪家的人还躲着 有他们领路 徐家军士兵们节省了不少力气 一阵忙碌 徐家军入城的第一晚 总算是安定下来 城内秩序维护得非常好 居民们居家不出 为徐家军接下来的清理工作 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一夜休整完毕 第二天一早 徐家军便在工人们的带领下 完成了第一轮大清洗 公孙宝月迷迷糊糊中 听见了从菜市口广场那边 传来的一阵阵喊员求饶声 将他从噩梦中直接惊醒过来 此时天光已经大亮 他竟然在不知不觉间睡了一夜 口前舌燥 胃在叫嚣 他又饿又渴 门口还是那几个侍窃 可能是被外头传来的惨叫声吓到 更是不敢放松 生怕自己也成为菜市口里的一员 没得吃没喝 铁打的人也顶不住 迷迷糊糊中 公孙宝月又昏睡过去 等他再一睁眼 面前多了一道人影 正蹲在瞧他 哼 公孙宝月吓一跳 喉间下意识发出惊吓的气音 却因为嘴里的不调 堵得不成调子 听起来像是一张破罗 清醒了 你到睡的乡 徐悦调侃道 拍拍膝盖从地上站了起来 他一起身 光线透了进来 公孙宝月见识他 目中恨意熊熊燃烧 要不是浑身被绑 他一准扑上来撕咬他 徐悦拔下了他口中不团 递上去一碗水 公孙宝月紧接地往后退去 却抵不过心中的渴望 半顺从半勉强地喝了整整一大碗 徐悦掏出一份壮旨 上面写着公孙宝月的姓名 年龄 籍贯 还有他的罪状和刑期 你看看 没什么问题的话 签个字徐悦把纸放在他面前 解释道 经过多方调查 按照我们徐家军的规矩 你犯料 如下罪状 总的算起来 有期徒刑35年 什么东西 公孙宝月不敢置信地睁大了眼 徐悦像是能读懂他的意思 又解释 是这样 暂时只来得及开放一个监狱 你们这批劳改犯人 将会被送到矿山 进行劳务改造 要是表现积极呢 是可以减刑 争取早日出来的 我想了想 你文化水平高 还练过武艺 暂时就安排你 做女营的社管阿姨吧 这个活轻松一点 你好好干 争取早日减刑出来徐 月嘴角扬着笑 目光无比真诚 好似在看一个犯了错的朋友 一点嘲弄都没有 认真的让公孙宝月 错了许久都没反应过来 她堂堂王后 居然背叛了35年的刑期 还要要去矿场劳改 公孙宝月愣住 不 准确来说 是被这奇怪的徐家军规矩 给弄傻眼了 你不杀我 好伴赏 公孙宝月发出了最真实的困惑 你要如我 说到这 眼里的恨意 瞬间变得更加汹涌 可如今 她只是一个阶下球 连反抗都做不到 跟别提杀徐月了 公孙宝月压下汹涌的情绪 第一次认真打量 面前这个年纪 跟自己相仿的女子 她上身穿住 露手臂的短衣 下身穿住工人裤 脚上套住皮靴 头发梳成高马尾 这造型放在北都女子中 是那么的与众不同 没见过徐月之前 公孙宝月都不知道 原来女子可以在外人面前 暴露这么多皮肤 还不会被抓起来关祠堂 外面刺目的阳光透了进来 在徐月身后形成一道光圈 公孙宝月突然清晰地意识到 新世界 新规则 就这样毫无预兆地朝她奔涌而来 没有一丝丝防备 低头看面前 这张写满文字的纸 上面的字 她认得 正是徐家军专用的简化文字 对徐家军这个最强的敌人 公孙宝月了解 也不了解 她认得他们的文字 也知道他们的一些形式作风 对他们的军事实力有所认知 但更多的规矩 例如眼前这张 代表徐家军律法的纸张 她就是第一次知道 公孙宝月不知道自己 将要遭遇什么折磨 但以她对矿场的认知 这个劳动改造 绝对不会是个轻松的活 没准 她会死在那里 悄无声息的 签字或不签字 其实都没有什么差别 公孙宝月 乐缝得得扯了扯嘴角 有这个徐月这个女人在 她不签字也得签字 手背绑住 我要怎么签 她一开口就怨气冲天 徐月也不恼 挑了挑眉 转到她身后 帮她把身上的绳子解开 在公孙宝月 按锡准备出手的前一刻 咔她两下 把她两只手牢牢烤在身前 盼笔地上去 帮不敢置信的 公孙宝月加稳她 徐月指着要签名的地方 签这里 公孙宝月深吸一口气 这才稳住颤抖的手指 速度飞快 得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白纸是这些年才兴起 并让人舍得用来大肆书写 公孙宝月除了写的 一手好的软笔字 还用过刻刀 纸上的印笔字写得居然不赖 徐月把撞纸拿起来 看了一会儿 更满意了 会写字好啊 会写字能干的活儿 就太多了 走吧 我正好要出去 顺路送你一程 以后进去了 好好改造 争取下辈子做个好人 徐月抬不走在前 也没回头看公孙宝月铁青的脸一眼 公孙宝月忍恨跟在徐月身后 边走边想着壮纸上列出来的罪状 什么袖手旁观 使得病州旱灾愈演愈烈 百姓流亡 死伤无数 纵容手下工人私自用酷刑 致使十二名无辜伤骨命丧大牢 以及违背伦理刚长 强势为一对表兄妹指婚 使得女子身怀季泰尔 最终母子皆亡 这都不算什么 彪红的一段写的是 她身为王后 为天下人母 却不为子民作为 增赴税 重摇曰 劳民伤财 后面这一项 公孙宝月认了 因为早在赵元吉 想要模仿徐家军修水泥路时 他就猜到天下人会怎么痛骂自己 但前面几项 他实在觉得冤枉 旱灾不是他想救就能救 刘明也不是他说安抚就能安抚 这一切举措 都是朝中百官和赵元吉商议后的结果 而他 只是什么都没做而已 这也是错 那对表兄妹的事 更是好笑 他都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 给这样一对夫妻制过婚 要不是壮纸上写了详细的年月日 他都不知道 原来前年入宫 请他赐婚的命妇 要撮合的是一对不出五福的表兄妹 当然 就算现在记起来了 公孙宝月也觉得很无言 自古以来各大家族为了巩固关系 强强联合 早就不是什么稀罕事 这人一直都在一个圈子里结亲 那么下一代中的亲上家亲 也是很平常的事 怎么放在他这里 就是错了 还要罚五年刑期 至于纵容工人私自动用酷刑的事 那只是十二个商骨而已 是农工商最末流的人 他堂堂亡后 让手下处置几个人又怎么样 公孙宝月心里觉得自己冤枉死了 但说到底 他也没死 徐家军不杀他 却把他丢到矿坑做那什么劳动改造 难道是不敢杀他吗 徐悦回头扫了公孙宝月一眼 就知道这女孩思想已经被毒 让他去进行劳动改造 果然是最正确的决定 两人走出都尉府 公孙宝月这才发现 外面已经大变痒 沿街到处都是人 一眼望去一片姜黄 全是穿着同样复制的徐家军士兵 四月天已经热起来 白日里日头最大的时候 穿单衣都觉得热 这些徐家军的军服应该是两件套在一起的 里面一件和徐悦身上一模一样的折领短袖上衫 衬衣 外头是徐家军出了名的四代窄袖对金扣短衫 下身着长裤 裤上有袋子 腰间既宽两指的皮带 皮带上有挂扣 别住匕首 绳索 水壶等物品 要用随时就能取用 这些都是在城里走动的徐家军 而坚守在各处重要进出口的徐家军士兵们 则在原本的六代庄外面 在披一件轻便的皮甲 如果看到伸住盔甲的 一眼就知道对方在徐家军中身份不凡 至少是一名将军 刚走出都尉府 公孙宝月没能从徐家军中同样的复制下辨别出男女 可走到街道上 离得近了 他惊讶发现 街上这些徐家军士兵中 十个有五六个都是女子 这些女兵留着和男兵一样的短发 最长步及间 最短的直接剃了光头 公孙宝月大为震惊 盯着那个光头女兵挪不开眼 差点撞上前面突然停下来的徐月 没见过光头的女孩 徐月好奇问 公孙宝月吞了口水 见徐月看来 总算舍得收回自己的目光 抽着嘴角傲然道 徐首领可听过病恨情 徐月当然听过 就是把人剃成光头或寸头的刑罚 对当事人来说 是一种酷刑 知道就好公孙宝月冷生吃到微抬起下巴 表示当然见过光头 她一点都不吃惊 徐月好心地提醒她 你也要剪短发的 监狱里可没有条件 让你天天留着这么一头长发 眼看着对方 因为自己的话骤然变了脸色 徐月这才心满意足继续 往前走 公孙宝月手上盖了一件 都尉辅尸妾有情赠送的帕子 遮挡了她的手铐 街上人来人往 倒是没有太多人注意她 注意到也不怕 这座城里 能够认出前朝王后 公孙宝月的人 已经被杀得差不多了 剩下的那些 就算认出来 也不敢认 更不敢多看一眼 只怕惹了徐家军 平添一道罪行 要是被罚去矿山做了苦力 那才是生不如死 两人又往前走了一些 来到曾经的北亭府衙 城中居民们 在府衙大门前 有序地排起了长队 有男有女 有老有少 看起来神情十分忐忑 公孙宝月倒是不知道 这些大字不识一个 只会胡搅蛮缠的平民 什么时候懂得了秩序两个字 人群中 年纪最长的也有四 五十了 孩子们年纪最小六 七岁 最大的十三四岁 眼神既透着害怕 又透着好奇 更小年纪的那些娃娃 居然一个也没出现 这是要做什么 公孙宝月满眼探究 心中好奇 却硬住嘴不问徐悦一句 只见女兵们在府衙前 摆开一长牌的桌凳子 公孙宝月瞧见 昔日那些清高风楼的文人 骚客们 此刻正微微懦懦地 站在府衙前 他们每人从女兵手中 领一本册子和一支探笔 而后牌则坐在那些长桌前 一女兵拿来两个木牌 其中一个写 扫盲般报名点 放在衙门左侧 另一个写 学生报名点 放在衙门右边 女兵手里拿着铁桶喇叭喊道 扫盲般到左边三位老师这报名 小孩到右边三位老师那报名 报完名的小孩 可以到府衙内免费领一个馒头你 当城里居民 为什么来得这么积极 又这么遵守秩序 畏惧徐家军凶狠是其一 但更重要的 还是这一个馒头的奖赏 家中富裕的恐怕看不上 但对城中80%生活艰苦的 普通百姓来说 粮食对他们有着致命的吸引力 因为在此之前 徐家军已经封锁北都两天两夜 多的是家中没有余粮的人 吃了上顿没下顿 徐家军的封门令 要是再多一天 就能饿死人 一股面香突然从府衙内飘了出来 那香气 只有用最新鲜的面粉揉至蒸煮 才能有 顿时 报名的队伍躁动起来 吞咽口水的声音彼此起伏 公孙宝月暗吞了口水 他饿了 早就该饿了 他已经两天没吃东西 徐月回头看去 见公孙宝月两眼直钩盯住府衙大堂方向 眼中引有绿光在闪烁 很是吓人 你们两个看住他 徐月喊了两个从身前路过的女兵过来 让他们盯着公孙宝月 独自大步进了府衙 他也没吃午餐呢 先进去讨两个馒头 身为首领 徐月这点小特权还是有的 府衙厨厨房里的伙父们见到他来 热情送来一碗白面大馒头 幽州都在种水道 麦子的产量也很稳定 有米做后盾 徐家军一直不缺面粉 这些日子为了追击敌军 大家伙都吃米饭 因为简单易做 能大大节省时间 米饭吃多了 怕将士们吃腻了 入城安定下来之后 徐月就让火富营做点面食出来 给大家伙打打牙计 也算是一种另类的奖赏 面食对往精细了做才好吃 就算最简单的大白面馒头 想做的好吃 面粉就得磨好几道 事已 知道有大馒头吃 士兵们都很高兴 毕竟生来就是北方人 对面食的喜爱已经刻进DNA 火富递来的一碗馒头 徐月一点不客气地带走了 他三四口就能干掉一个 刚出炉的馒头热气腾腾 咬一口 像是在吃棉花 嚼两下 便饭出甜来 太好吃了 大碗里五个馒头 徐月一口气炫了三个 等走出腐牙时 只剩下两个 报名队伍里的孩子们 看住他碗里那白的发光 香得诱人的两个馒头 馋得哭出声 徐家军说话算话 女兵们把已经成功报名的孩子 领进腐牙 给他们每人发一个大馒头 这才止住了可怜的哭声 你的 吃吧 吃饱好上路 徐月把碗里两个馒头 递给自从自己出现 就一直盯着自己手里大碗的 公孙宝月 两名女兵见首领回来 对他行了的军礼 又继续执行任务去了 公孙宝月两手捧着馒头就吃 根本顾不上自己脏兮兮的手 幸好有都尉辅士切送的手帕 隔着一层 要不然白色的馒头就不会再是白色的了 热腾腾 软乎乎的大馒头 就是吃惯了好肉好饭的贵族 也要为他的美味折服 公孙宝月从没吃过这么软和的馒头 也没见过这么白的面食 前进的像是天上的白云 不染一丝尘埃 两个馒头吃下去 被掖住的公孙宝月 还在为徐家军的附属而震惊 能把这么好的面食当作奖励 分给主动前来报名上学堂的孩子 没有赋予到一定程度 根本舍不得 徐月递来水囊 塞子已经拔掉了 公孙宝月皱眉看了他一眼 还是捧着他递来的水囊 猛灌两大口水 这才把卡在喉咙里的馒头咽下去 两个馒头下肚 胃里那种灼烧感消退了很多 虽然还没吃到十分饱 但四分也能撑很久了 将水囊还给徐月 公孙宝月没忍住开口问道 你们打算让所有人都读书十字 他的神情彷扶在说 徐家军吃饱了没事干 撑的 徐月把空碗递给旁边的女兵 让他们给伙父们送回去 冲哄的公孙宝月笑着点了点头 对 不过他可不是吃饱了撑的 为什么 这么做对你们有什么好处吗 公孙宝月试探 等你接受了劳动改造后 你就会明白徐月敷衍的回答 公孙宝月冷捏了他一眼 不再自讨没趣 离开人满为患的府衙 便是从前最热闹的商业街 此时 这些店门开了大半 主要是生活必须的药铺 粮店 布店 还有一家专卖旧货的当铺 说是旧货 公孙宝月却觉得那些物件 很是眼熟 仔细一看 好家伙 这不是北宫宫店里的那些百件吗 他还看到了曾经睡过的南木床 只卖八万钱 这是把整个北宫的家当都搬出来了 还出售 有人会买吗 还真有人买 城里的富户虽然都签了卖身器 每人顶住十几万钱的巨额人身债 但这也不妨碍他们对宫中贵人用过的家具动心 而且 这价格 真是不要太便宜了好吗 公孙宝月眼睁睁看着商人和当铺的徐家军 跑价还价 最后以七万八千钱的价格 心满意足地买走了自己曾睡过的南木床 走过没有多少人的商业街 就到了最靠近平民区的菜市口 就算地面洗刷过很多遍 公孙宝月还是闻到了一股铁锈味儿 不农 但一直营绕在你周围 让你无法忽视 肩展台还在 徐家军官兵坐在台子后面 为还没缴纳赎身银子的城中居民写契约 人们脸上的表情很精彩 期待中隐含着对未知的忐忑 但这已经签过的居民都没什么事 也就都跟住签了 大家身上都背了巨额赎身债 可却并没有感觉到沉重 恰恰相反 想着徐家军即将发放的神仙道 和将要建立的公共卫生所 北都百姓们都很期待 最重要的是 给徐家军工作 他们会给报仇 路还是要修 河道还是要挖 矿山也还要开 但这些全都不算摇曳 就连科捐杂税也都免了 公孙宝月在北都百姓们脸上看到了笑容 这笑容看得他心里很不适自卫耳 他好像有点理解徐家军 为什么能够一路顺利杀到北都来 成为胜利者 得明星者得天下 就算徐家军有巨额的赎身债 可谁又愿意真从徐家军中 把自己赎出来呢 越是底层的人民想要的东西越简单 他们只要一片没有战火的净土 好好耕种自家那一亩三分地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徐家军来了 混乱了近二十年的北地三州 完成统一 也将恢复平静 安宁得了 又分到了田地 没有摇曳 没有科捐杂税 老百姓能不高兴吗 虽然在徐家军的地盘上 每日都要劳作 可从前没有一点报酬 不也还是要服摇曳 这其中看起来 并没有什么差别 苦就苦 累就累 人们只怕没有希望 辛苦却得到报酬罢了 上扫盲班读书识字 那就更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从前想读书识字都读不起 现在被人愣住投学 还有什么不满意 看住被家中大人 一并带出来的女孩 公孙宝月在心中感慨 满城女子 剧都出动了 这是从前看不到的景象 在徐家军中 男女都一样 男人想绣花做衣客 女人想读书奋进 去做官也可 公孙宝月不由地想起 先前徐月在都尉府柴房里说的话 你文化水平高 还练过武艺 暂时就安排你 做女营的社馆阿姨吧 这听起来像是牢房里 掌管所有犯人的牢头 不是因为她是 大将军公孙赞的女儿 北地的王后 才给她安排这样的差事 而是因为 她曾努力学过徐家军的简化字 还跟自己同父亲求来的武师傅 练过手脚 不知怎么的 公孙宝月这一刻心里 觉得很舒服 有种自己的努力 挣脱了女子性别枷锁 得到大众认可的成就感 就算是个阶下球 她也能在一群阶下球中 坐着最闪亮的那一个 徐月突然觉得 跟在身后的这个女人 她不悲伤了 转头看去 公孙宝月眼睛亮晶晶的 被烤住的手 也在手帕底下握成拳头 这很像是大学刚毕业 处处茅庐 自信满满 想在大厂努力打拼的新人菜鸟 眼里有光 浑身都充满了前进 徐月挑了挑眉 这公孙宝月 还真是个打不死的小强 可惜就是生错了时代 要不然就放在后世大公司里 应该也是个 努力上进的白领 摇摇头 徐月甩开脑中的胡思乱想 压着公孙宝月出了城 球车已经在城外集结 就等公孙宝月这个重犯了 来到这里 公孙宝月看到了 许多熟悉的面孔 有太监 宫女 还有很多被丢下的朝廷家眷 徐家军不杀工人 但调查的还是得调查清楚 犯了事的 就都被处了刑期 送上球车 发往矿山 不过球车不多 能坐上去的 都是女人和孩子 男人都站在球车旁 得跟住球车走 每个囚犯手上都锁着球锁 不算沉 可要是一路这么走到矿山去 手里吊着七八斤的铁 也要受点小罪 公孙宝月眉头皱了起来 他知道徐家军 不是心慈手软之辈 可看到眼前这些待遇不错的囚犯 又觉得徐家军在某些方面 真是有着他不能理解的人词 徐月如果知道他心中所想 就会告诉他 这叫对人权的基本尊重 除去死刑犯 剩下的犯人们 只要没有被剥夺徐家人的身份 他们就能够享受 徐家律法的公平对待 更何况 他要的是永续发展 现在人口本来就少 要个没有力气 被折磨得随时都能原地去世的劳动力 能有什么用 开框运动量庞大 只有吃饱吃好 才能发挥这些囚犯最大的价值 有效提升生产效率 公孙宝月也被送上了囚车 手上的铐子变成了和其他囚犯一样的铁锁链 徐家军没有特别对待他 把他和其他女犯人关在一起 让公孙宝月大松了一口气 他现在什么都不怕 就怕区别对待 别看他敢孤身出城迎战 但他也怕痛怕累 出城迎战大不了就是一死 反正国破家亡 他也不想活 可要是徐月让他下地靠脚走到矿山 还叮嘱官兵灭待科待他 他绝对受不了这个折磨 走吧 争取早日出来 好好做人 徐月站在城门口 插腰对众人语重心肠的叮嘱道 能送到矿场的犯人 都是徐月觉得还能继续为社会做贡献的人 他愿意给他们一个重新改过的机会 众犯人 听我说 谢谢你全家 犯人们做不到违心的应承徐月 只垂住头 搭拉着肩膀 藏住对徐家军的愤恨 负责押送的徐家军冲首领行了的军礼 便押着这些可白嫖的劳动力出发了 球车缓缓驶过护城河上的桥板 之后便加快了速度 靠脚走的男犯人们 只能一边在心里咒骂一边加快速 小跑追赶球车 第554章司马房归家 士兵们骑着马 有意提前训练一下 这些手不能抗肩不能挑的犯人 便慢慢加快了速度 囚犯们从小跑 瞬间升级为大跑 才跑一小段路 就有人撑不住哀嚎起来 士兵们鄙怡的 看住他们那中看不中用的体格 把人喝起来 速度稍微放缓了些 公孙宝月坐在颠簸的球车上 再也不为自己不能是男儿郎而优越 无比庆幸自己是个女子 球车从郊外田地中间驶过 公孙宝月这才知道 为什么城里的徐家军几乎都是女兵 而不见多少男兵 原来 男兵们都被带到田里来了 他们正在教导那些重新分道田地的农人们 如何试弄田里的庄稼 农人们笑容满面 看住分道的田地 见牙不见眼 郊外田庄里一片喜气洋洋 公孙宝月没见过笑得这么高兴的农人 从前他出宫巡视 一个个眼中布满了愁绪 置麻木地除住身下的土地 彭扶一具没有灵魂的空壳 他好心上前搭讪 对方惶恐地跪下说 贵人安好就继续沉默 因为他们不管怎么做 都是徒劳无功 田地不是他们自己的 种出来的粮食也不属于他们 那样的人生没有希望 先前在冀州大战中赵被受了伤 边留在冀州和前来会合的吕盟 一起收拾汝南集团那些老头子 赵云和张飞则跟住徐悦和徐大郎 来到了并州 北都城破后 孙阿山等起义军一分为二 一部分跟随徐大前去追击逃亡的赵元吉等人 另外一半 在徐大郎的带领下 迅速把并州各郡县的领导班子收拾了 就地接手并州各郡县的改造任务 眼下是四月份 要种杂交道还来得及 所以当务之急 祁军们的任务 就是在并州适合种植杂交水道的地方 完成杂交道替换宿米等 低产粮食的耕种工作 人要吃饭 今年可以从幽州运粮喂饱病 寄两周百万人 但要是明年还指着冀州喂饭 那是万万不可能的 想吃饱饭 还得靠自己 冀州适合种植水道的地方很多 天然的地理优势摆在这 担负徐家人口粮重任的公孙安表叔可不答应 不过并州没有集中那么好的水利条件 所有现在并州北都城郊外的徐家军们 只是在指点农人们如何更好地耕种 较为抗旱的小麦和宿米 同时也提前让他们把空置的地开出来 只等幽州那边的新作物种子送过来 即刻就要耕种 新作物有之前徐月兑换出来的土豆 以及早就在幽州种植许久的棉花 这两种作物四月中旬会送到 速度够快的话 勉强还能赶上时节 并州这片土地不适合种水道 但种马铃薯和棉花却很适合 他们可以用马铃薯和棉花 来兑换季州和幽州的米面粉 也能吃上饱饭 这会儿小冰河环梅道 黄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雨水充沛 气候温暖 季州完全可以种两季道 幽州就更不用说了 拥有东北大平原就算只中一季 以杂交水道的高产 也足以养活自己 还能有结余去支援幽州 算过经济账的徐月 很理解为什么各方雄主都想拿下季 幽幽三州 因为在这个历史时段里 北边比南边更富庐 人口也更多 拥有了人口和土地 就能养活更多脱产的士兵 在这个以人力战为主的时代 兵力多的一方具备天然优势 三国时期为什么蜀国有诸葛孔明 还会失败 就是因为蜀国地盘实在太小 根本前不过占据北面武洲的曹尾 先天条件决定了蜀国的失败 有时候命运就是那么让人无可奈何 坐在球车上的公孙宝月 不知道另外那个平行世界里发生过的事 他只知道 倘若逃走的赵元吉等 没能顺利获得西梁马甲的援助 这天下 恐怕真要落到徐家手中了 现在徐家军坐拥三周 已经足以对抗南边最大势力曹家 曹德应该不会坐视不管 任凭徐家军壮大下去 眼下西梁变得有为关键 谁先得了西梁 就能将另外一房置于死地 梁州马甲 威乙 徐州许都 四月气温升高 繁华的许都内 行人们都换上了清凉单衣 在未生计忙碌 此时距离司马甲从青州下船坐车抵达许都已经过两天 他先在青州码头下船 离开了舒服的大船后 坐马车返回许都 一开始司马甲运船 现在他的运船好了 居然开始运车 返回许都的这一段路 司马甲被马车颠簸得受不了 活生生受了五公斤 本来他抵达许都的第一天 就应该焚香沐浴后 入宫拜见皇上和丞相 向他们回禀自己在幽州的所见所闻 不过陛下开恩 念在他年纪大的份上 托人过来通知 让他先回家休息 等身体歇好再入宫敬见 现在躺在家里休息了两天 司马坊总算恢复了点精神 上头宽厚 但他也不敢再休息 见今天天气正好 一早就命人往宫中递了帖子 此刻用完早膳 稍稍整理衣着 准备入宫 老爷 您这么穿出去见丞相 丞相不会怪罪吧 司马老夫人担忧地看住 丈夫身上那身奇怪的衣裳 提醒到 这是司马坊从幽州带来的麻布衣 分上下两身 上衣是窄袖对筋寄扣短衫 有点类似后世老头穿的糖装 下身就是一条普通的长裤 裤脚宽宽大大 麻布透风 很是凉快 唯一特别的就是裤头不用系腰带 侧边木扣一扣就好了 轻便得很 司马坊在幽州过了一个冬天 最初他嫌弃徐家军的奇怪服制 但后面穿上就真香了 这次回城 见到幽州成衣铺子里 提前贩售的春夏装 就买了很多套回来 不但有他现在身上穿的 随从那边还带了两套 一会儿他要献给陛下和丞相 都是大同小异的款式 在夏日炎炎的家里穿穿 还是很舒服的 听见老七担忧地问起 司马坊摆手说没事 一会儿他往外头照一件如衫再出门 不会有人瞧见的 老七你安心吧 他能把司马家带到现在这个地位 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 心里清楚住呢 第555章错杀了 至于丞相怪罪的是 一件衣裳而已 丞相大度 不会如此小气的 我穿在身上 正好让丞相瞧清楚 徐家军那边的人 到底怎么穿住司马 房安府完老七 又神神秘秘地 把给他准备的裙装拿了出来 上衣样式和他自己的差不多 月白色 做了胸线和腰线的处理 穿上会更贴合女子恶挪的身形 在领口和袖口 还多了简单的刺绣装饰 下裙是白褶长裙 淡黄颜色 长度刚好贴住脚背 因为布料厚实 只做了一层 那里并没有内衬 这女子的样式 倒是没有特别奇怪之处 跟一般人家的女子 穿住差不多 因是丈夫一片心意 司马老夫人 并没有因他简陋就嫌弃 只是只有一层料 底下空荡荡 岂不是很没安全感 司马房当然也想到了 这些细节 给下人递了个眼色 带下人拿来一个木盒子 亲自将盒子塞进老七手里 而后 独留下钉柱盒中 小小两片布料 老脸通红的老七 转身出门 入宫去了 一早得知司马房要入宫 曹德便把小皇帝叫到偏殿 两人刚坐下没一会儿 就听工人来报 大司马来了 此司马非比司马 这是指司马房 在南朝廷的职位 从前曹德是大司马 掌管全国兵权 现在身为丞相 掌握了所有的军事大权 司马房的大司马 是掺了水分的 明面上确实拥有全国兵权 实际上他已经这个年纪 曹德绝不可能放他上战场指挥 但即便如此 在南朝廷中 司马房也是两人之下 万人之上 身为曹德的天使投资人 司马房一直觉得自己的选择是对的 直到去了幽州 见了徐家人 有时候人就是这样 早生几年 晚生几年 命运就大不相同 当曹德在肇事王庭威莫冒头时 徐清阳才刚出生 还是眼周乡下一个黄毛小子 你让司马房怎么去投资他 就算想投资 他也得先建筑这个人 那时的徐家一点动静也没有 谁能注意到呢 司马房现在已经任命 他扶持曹德一路登峰有料 如今司马家的颇天富贵 头他已经给子孙们起好 接下来的守家大业 就要交给后辈去努力了 一个家族的兴起很难 守家去也不简单 去了一趟幽州回来后 司马房感觉自己人都轻松了许多 过去的许多执念也想开了 他现在就等着什么时候 退休回家享清福 顺便为司马懿这些个儿子 培养一下小辈 好让他们后继友人 富贵绵延 司马房带着退休养老人的心态 在太监的引领下走进侧殿 与皇帝赵衡平起平坐在主案前的曹德 眼睛顿时一眯 似有察觉 他起身迎了上来 大司马此去归来 一路辛苦了 我关你神色有变 难道还没休息好 怎么不再多些几日 司马房抬手朝皇帝和曹德拜了 拜 笑着说 老臣已经休息够了 劳烦丞相陛下计挂 实在有罪 还望丞相陛下赎罪 赵衡忙住说他没罪 让工人搬来矮凳 叫司马房快快 坐下同他讲讲幽州的去世 这小皇帝年纪其实不小 以二事有医 只是一直被困在这深宫里 被曹丞相当成玩儿来养 除去政治诉求 其他有求必应 心思单纯 没什么城府 此时见司马房进来 眼神中全是迫不及待的性味 又或许 他自己也知晓自己如今状况 装出这单纯模样来哄曹德开心也说不定 但对曹德和司马房来说 皇帝装不装都没区别 反正只是个吉祥物罢了 曹德无奈地看了求赎罪的司马房一眼 见工人拿来矮凳 示意他快快坐下 莫要同他装腔做事 司马房比曹德年纪大一点 加上多年共患难的交情 互相之间也没有那么顾忌 司马房便将外面的如山脱了 得意地亮出自己从幽州买来的特色服装 你堂堂大司马家中还能缺了步 你怎穿的这般模样 曹德吃惊问道 在他看来 司马房这一身看起来就像是把内衣外穿 还只穿了内衣在外溜达 司马房看住曹德身上那厚重的华服好笑道 丞相何故笑我 今日外头那样大的太阳 我还觉得你穿太多热得慌呢 说吧 把衣袖往前衣 弟 丞相看我这衣裳 麻布做的 却细腻柔软还透气 眼下炎炎夏日就要到了 我在屋内如此穿住 可舒坦了照恒好奇地凑了上来 把司马房身上 的衣裳摸了摸惊奇道 原来这就是蚂蚁阵头回见 司马房也懒得跟他解释 徐州百姓穿的蚂衣和自己身上的不同 只对一脸惊讶的曹德说 丞相 这是幽州那边的穿住 他们节省布料 做出这种便衣 穿起来很方便 也不繁琐 说着 又把自己的裤头晾了一下 瞧 就是这样的搭扣 木头做的 亦可用金银玉石来做 不过珍宝放这便衣上倒是不相配了 还是木头搭扣比较自然 曹德惊奇地打量住司马房这从头到脚的一身 他刚刚倒是没 发觉 这老伙计居然穿了一整套的便衣 在厚重的如山下 司马房要工人把自己带来的便衣送上 皇帝赵衡兴奇不已 换来工人 就要下去换上试试 不过稀奇的衣服 已经积不起曹德这种老谋深算的人的兴趣 见到赵衡同工人下去换衣上 便追问司马房求要的事情办得怎样 这件事司马房是一点都不想重提的 他还在想怎么委婉说起 没想到曹德就先急切地问起来了 不过想想也能够理解 曹德被这头痛之症折磨多年 现在又比从前更严重 自然想尽快解决 司马房倾可两声 这才站起身 抱歉地冲曹德深深一拜 让丞相失望了 要并没有求到 不过眼见曹德目露失望之色 司马房忙又补充 徐家军中的医者也说 华佗提出的开庐之法 其实不是假的 医家确实有这种医治之法 只是太过匪夷所思 所以知道的人很少 曹德心头一震 那他岂不是错杀了华佗 这世上可还有医者懂得开庐之法 那不是会死人吗 曹德还是不幸真有医者 能动用此法后 还让受法之人重新活过来 司马房答道 徐家军中的大夫也说 死法危险 恐伤人命 不到万不得已 不该使用 他懂 曹德一下就抓住了重点 惊奇问 司马房想了想 自己跟儿子司马懿打听到的消息 摇了摇头 那医者也不敢保证 他能成功听见这话 曹德又失望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他觉得自己 好不容易消停下来的脑子 隐隐痛了起来 见曹德脸色不对 司马房忙着扶助他先坐下 安慰到 丞相吉人自有天相 这病症 肯定能解曹德扶助额头 不甘地苦笑一声 他又何尝不知司马 房是在安慰自己 曹德喝水压下 心中失落的空荡 照恒换上司马房带来的便衣出来了 他手长脚长 司马房带的衣服 尺码小了一点点 看住像是在穿九分袖的上衣 和九分阔裤 没有一点美感 像是乡下地主家的傻儿子 徐家军的衣服 本来就是给干活的人穿的 以节省成本 低价为主 肯定没工夫去管什么美感 偏着傻儿子还不自知 兴奋上前问 丞相你看着便衣 震穿着好不好看 曹德看了一眼 只觉得隐隐作痛的脑壳更痛了 如真在刺 能忍受 但不好受 好险一个滚子脱口而出 叫曹德硬生生忍下了 陛下天人之姿 就算匹马也是风姿绰约 俊逸潇洒 司马房赞叹说道 眼神那叫一个真诚 看不出一点违心 赵衡顿觉心满意足 重新在主案上坐下 手脚解开了束缚 自在轻松 好不快活 众达兄可还好 赵衡关心地问 弗恶的曹德也朝司马房看了过来 私事没能有个好结果 该说点正经事了 司马一入宫前早就在脑中准备好了几分草稿 这次幽州之行 有些话能说 有些话却不能说 关于司马懿在徐家军中的地位 司马房说得很低 只说徐家军首领把人留在身边做个笔录文书 没什么事 他回来时想把儿子带回来 但徐家军不肯放人 这群反贼 好大的架势 曹德替子职愤愤不平 但心里到底是不是真信了司马房的说辞 只有他自己知道 司马房心里笑得像狐狸 面上一脸感慨 继续说 去了一趟幽州 真叫我大开眼界 那徐家五人 不像是此界中人 这句话可把赵衡和曹德的好奇心高高调了起来 两人齐声问 此话怎讲 他们教化民众 在幽州 人人能独自算数 六岁小儿已经能写出一篇文章 命题小日记 学识高深者尽在徐家大学中那里学 的是物理化 公社商 皆是前人不曾留下过的奥妙 读了这些书 那边的人就能造高炉 练好钢 那烧砖的炉子六十余米高 对了 那边一米有我等三尺长 六十米便是九十尺 金石杖高 石杖 赵恒惊讶地看住司马房 这么高的炉子 他们飞上去造的吗 司马房好笑地解释 他们有云梯 以绳结相连 名换绳梯 可追二十丈 区区十丈 再简单不过再 徐家军中 开山踩石 只需轰隆一声 便能将山石全部取下 司马房想起自己 当初在渔阳城外 听到的那声巨响 其实已经过去这么久 还是心跳加速 曹德不解地望过来 什么叫轰隆一声 是炸药 可将山石炸得粉碎的东西 具体是什么东西 司马房也没见过 他现在说的 也是儿子司马懿告诉他的 不过曹德和赵衡两人 还是听得倒吸了一口气 这世上怎么会有这么猛的药 能把山石炸开 炸人起不是比较容易 司马房说 听说那样的炸药 徐家军中也不多 我在幽州待了许久 偶尔才听见一回那样的响 赵衡顿时松了一口气 曹德却皱紧了眉头 余量再少 只要他的威力和司马房说的一模一样 对肉体繁胎的人来说 也是一个极其可怕的存在 司马房知道曹德在担忧什么 忙又轻松地说 我在幽州几月 百姓们只忙住支布种地 士兵们只管住修桥铺路搭房子 徐家军目前似乎并没有动兵南下的意图 司马房这可说的是实话 他还盯着儿子很长一段时间 也没见他提过半句徐家军南下的事 此时的司马房并不知道 他前脚回城 后脚徐悦就出发冀州为大战做战前准备了 而在他赶路回城的这段时间里 北面已经出了大事 不便的交通 加上回城时幽州一片平和的假象 让司马房没有一丝防备 曹德问起徐家双生子的是 司马房四辆片刻 说出自己在桌县春节联欢会上的精彩见闻 算是坐实了徐家人会法术的传闻 这么说来 他们当真不是此界中人 那又为何要掺和此界之事 曹德一边问一边用手指关节按下头颅 他头痛突然发作 旁边伺候的工人看他神色不对 忙去把药端了上来 这个问题也就不了了之了 曹德也不是真要司马房回答 他管徐家军是先是鬼 要干嘛 双方实力悬殊如此之大 只有一个幽州的徐家 他根本不担心对方能真的威胁到自己 喝来要 头痛总算得到缓解 曹德看住司马房 一字字认真询问 大司马以为 我等此时发兵济州 徐家军会做何反应 司马房思索到 徐家军复述 首领徐悦一家又有神通傍身 若是得知我等发兵济州 他们恐怕不会坐以待毙 不过他们兵力不多 就算要发兵 到底是比不上 我军五十万大军 我等只需举全军之力 迅速将济州攻下 徐家军见机已失 自然不敢再发兵 到时便是我军 同工孙赞单独较量 等拿下济 并二州 幽州孤立无援 自然会臣服于我 曹德连连点头 他也是这个想法 就等司马房从幽州回来 即刻便要往济州发兵 两个老人精对视一眼 都对忌 并两周志在必得 但就在此时 传令兵手持吉令旗 口中大喊住 急爆 狂奔而来 圣妈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次 侧殿内三人疼得站了起来 不敢置信地逼问 跪在殿前的传令兵 传令兵硬着头皮又说了一遍 就因为一路奔波劳累 撑不住昏死过去 可见为了把消息最快传到许多 他这一路跑得有多辛苦 皇帝赵衡有些发懵 他说公孙赞已经被王平平杀了 曹德刚缓和一点的脑袋瞬间炸开 身子摇晃 赶忙扶住身旁工人的手 这才没跟住传令兵一起倒下去 两人齐齐看向 刚还在说徐家军没什么动静的司马芳 就算多年交情 此刻突然听到这样的消息 曹德也不再信任他 丞相 陛下老臣所言 绝无半句假话 司马芳人都傻了 可他还得努力逼迫自己镇定下来 同曹德解释自己的无辜 老臣离开幽州时 那边的确没有任何要发兵的迹象 就是在那大船上 老臣也特地在船上暗中打探过 如若不然 老臣怎还敢回家先歇息两日 才来禀报 司马芳越解释 被公孙瓒死亡消息弄僵的脑子也越来越清明 眼下只有一个正确答案 那就是 他们有意隐瞒我 司马芳惊骇道 要隐瞒一件事并不算难 可徐家军怎么能把时间卡得这么强呢 而且 他才离开幽州一个月 这短短一个月的时间 北地竟发生了这样可怕的大事 徐家军是怎么做到的 曹德深深看了司马芳一眼 只把司马芳看得冷汗直流 但他确实什么也不知道 震惊的神情完全真实 丞相 丞相 不好 一群官员连官服都来不及完整穿戴 便急匆匆冲入宫中 显然也收到了从北面传来的消息 不过 他们知道的比殿内三人的还要劲爆 军州已经被徐家军拿下了 曹德心腹大臣大声吼道 声音都嘶哑了 消息传得太突然 他们从没经历过战斗力这般迅猛的军队 猛的一听到消息 只觉得像是在听戏文一样 非常不真实 测电里 司马芳已经跪在地上 全身上下都写满了震惊和不敢置信 但口中还在甩锅 骂道 徐家军发兵这么大的动静 我们居然一点风声都没听到 安插在冀州那边的探子们 到底是怎么办事的 满朝文武 无一人敢 应声 曹德与赵恒坐在首位 一个脸色铁青 一个庞扶置身室外 只不停问 冀州当真已经被徐家军拿下了 大殿气氛压抑 只等住派出去的确定消息的人马 回来禀报 却没想到 派出去的人还没消息 北边的传令兵又来了一个 这一次 传令兵说的话 直接把许都朝廷百官们 震得大气不敢出 报 禀报丞相 陛下 徐家军已入北都都城 前方探子来报 北地斜百官仓皇逃出北都 往西面梁州寻求马家庇护去了 留下的满城百姓 以及不肯离开 要为服报仇的北后 一并被徐家军拿下 官将军请示丞相 我军是否要现在发兵 趁徐家军主力都在并州 冀州军力薄弱时 攻入冀州 夺回冀州 传令兵一口气说完话 抬头去看丞相的神色 就见丞相本就不怎么好的脸色 突然变得铁青 牙关咬紧 握住工人的手背上 爆出青筋 形状十分恐怖 传令兵急忙低下头去 额头汗水大颗大颗往下滚落 滴答一声 砸在擦得光亮的木地板上 殿内安静 这细微的烙汗声居然都能够听得清清楚楚 气氛瞬间压抑到了顶点 去凉州 曹德颤抖着站了起来 立声命令 让官将军即刻带领大军赶往西凉 务必赶在徐家军之前 夺下凉州 夺下凉州四个字 说得兔沫横飞 志在必得 曹德心道 绝对不能再失去梁州 否则曹盈威夷 这徐家军的人都吃了仙丹不成 拿下梁州 居然只花了不到一个月 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想到这里 曹德立刻又命人去查 他要知道 公孙瓒到底是怎么死的 司马房剑丞相 似乎并没有要追究自己的意思 忙从地上爬起来 亲自领下了探查的任务 但这不查不知道 一查真是吓一条 先是可以带人飞天 日行几千里的飞天吊篮 后又有惊天动地的铁桶扎药 再加上徐家军路 空联合的全新作战方式 如此种种加在一起 就形成了徐家军凶猛的战斗力 对落后的公孙军来说 简直是降维打击 至于公孙暂之死 那就更没有什么悬念了 王平平亲自出手 谁敢争锋 司马房把自己查到的消息 总结报告给曹德和皇帝 其他朝臣也都在殿上 大家听到司马房带回来的消息 身体剧都狠狠一颤 他们不禁在心中想到 要是徐家军来攻打自己等人 他们到底能撑多久 是的 是能撑多久 而不是谁赢谁输 不管是日行几千里的飞天吊篮 还是惊天动地的炸药桶 这些对凡人身躯来说 都无异于是毁灭性的打击 一旦碰上 以他们现在的军备实力 如何抵挡得了 我军尖盾可能够抵御住炸药桶的轰击 曹德沉声问道 不过短短两天时间 他整个人看起来就苍老了许多 因为头疾发作 额头上还附住草药 灰色的布条在额头上绕了几圈 看起来多了几分凄惨 司马房不确定摇了摇头 以微臣曾在幽州所见 盾牌对炸药这种东西 毫无作用 唯有高强可以阻挡可就算是高强 遭遇连续的炮轰 只怕也难撑住 你不是说徐家军中的炸药也没有多少吗 怎么这次他们就用了这么多 曹德追问 司马房苦涩地扯了扯嘴角 丞相 他们既有意隐瞒老臣 老臣也没有办法 仲达在徐家军中又没什么地位 不过是一打砸小丝罢了 他只怕也被蒙 在鼓里呢 唉 多怪老臣无用 臣老了 脑子不中用了 臣 司马房突然郑重地跪了下来 臣请辞 还望丞相陛下同意老臣请求 司马房心里想到 眼下这局势 留在曹英中 只怕还会得身在徐家军中的儿子添麻烦 溜了溜了 第558章 举高高 曹德很郁闷 不过是一转眼的功夫 冀州没了 然后再一转眼 冀州居然也没了 难不成连老天也偏袒徐家军 这天下 注定要沦落到这群起义杂军手中 看出跪在地上想辞职的司马房 曹德沉默许久 摆了摆手 表示算了 他向来宜人不用 用人不宜 司马房从他微末之时 就跟在背后支持他 眼下这种情况 就算他早就知晓有意隐瞒 也没有计较的意义了 徐家军这般迅猛 司马房就算提前说了 他们又能和对方比拼上速度吗 曹德深吸了一口气 捂住额头 痛苦地皱了皱眉 自青年时起家到今日 这徐家军 是头一个让他觉得 没有办法应付的强敌 首先便是对方出兵的名头 人家就是要造反 明明白白说了 是造朝廷的反 造整个赵氏江山的反 所以 他用来对付各地诸侯那一套办法 根本无法对他们 造成任何道德上的伤害 他没办法用皇权天子圣旨这套 去压制徐家军 身旁守着的这位横帝 也就失去了他原本的作用 而这种游离在皇权体制之外的群体 对整个中原朝廷来说 都是一段 曹德深吸一口气 突然轻声道 当务之急 咱们只能先同荆州 扬州 益州等地联合 共同抵御徐家军抵御 这是曹德第一次 对这片大陆上的其他实力 实用 梁州尤为关键 再去同关将军说一声 必须要抢在徐家军之前 拿下梁州 曹德严肃道 至于与梁州和谈 互相联合这件事 曹德根本不敢考虑 北地那个大麻烦 谁接手谁倒霉 要是梁州马家 能把北地杀了 那就更好了 不过用脚想也知道 马家那个自负的年轻人 肯定舍不得 把这么好的机会推出去 只要他接纳了北地没办法 他曹德只能杀了他 绝无和谈的可能 一山不容二虎 一块中原容不下两位 肇事傀儡皇帝 同时 就在司马房为辞职不成功 而郁闷时 并州北都内的徐悦 也收到了父亲传来的消息 北地已逃入梁州地界 先移不回来的孙阿珊说 首领 我们为了追击北地 踏入了南匈奴的地盘 为此折旧了不少人手 所以祖师爷这才放弃追击北地 命我等撤回 徐悦点点头表示知道了 他相信阿爹自有他的考量 而且匈奴这些蛮族 确实难以对付 阿爹此次追击北地带的人手也不多 要是把匈奴人惹毛 在我方人数不占优势的情况下 很有可能会有不必要的牺牲 你也累了 先下去休息吧 徐悦摆摆手 让灰头土脸的孙阿珊先去休息 孙阿珊感动的一抱拳 这才领着其他火炕帮弟子退去 隔日 落后一步的徐大 就带着大部队回到北都郊外的营地 徐悦得到消息 跟徐大郎赶过去会合 就见阿爹阿娘夫妇俩 正穿着便装 在帐篷门前逗弄两个小外孙 穿着不太合身的军服的翠鸟 站在门边 目不斜视 眼角余光瞥见徐悦兄妹走过来 立刻抬手行了个徐家军的军礼 首领好 少将军好 徐悦兄妹带领徐家军 在前线厮杀的这段时间里 都是翠鸟在照 看住双胞胎 虽然没有上过战场杀过人 但跟在大部队后面跑了大半个月 见识了战场的残酷 似乎一夜之间就成熟了很多 他不再像之前那样积极喳喳 喜欢粘住徐悦这个姐姐 而是尽力地把双胞胎照顾好 免去了徐悦等人的后顾之忧 徐悦冲这个 努力让自己变得像个大人的小姑娘 微微一笑 从研究室空间内 取出一个红红的西红柿 递给她 拿去吃吧 你也休息一会儿 这段日子 多谢你 帮我们照顾东北和平原 啊 翠鸟瞬间没绷住 不好意思地红了脸 又很快挺着身子 朗声说道 首领客气了 这是我应该做的 照顾好两位小神子 是我的责任 徐悦好笑地看住 他这一本正经的模样 去休息吧 有时叫你 西红柿记的洗钱 竟在吃翠鸟这次 没有再拒绝 硬了事 满心欢喜地捧着西红柿 回自己的宿舍去了 王萍萍抱着徐平原走了过来 扫了眼翠鸟手中的西红柿 物资送到了 徐悦汉手种子这些 都已经送到了 其余物资还在后头 这两天应该就能到 军营里的粮草还充足 两天后就能得到补给 不用担心粮草的问题 王萍萍心下烧鞍 一仗 抱抱 徐平原热情地伸出双手 要徐悦抱 一只俩已经分开许久 之前知道一一要打仗 所以梁小枝就乖乖地 没有炒住要见一亿 但现在仗好像已经打完了 徐平原迫不及待 想要跟一依轻轻抱抱举高高 可能是姊妹俩长相相似 双胞胎就格外喜欢小姨 觉得她身上有妈妈的味道 徐悦笑着把小侄女接到怀里来 用脸蛋蹭了蹭 小家伙嫩嘟嘟的小脸 惹得小侄女嫌弃地推她脑袋 好痒呀 不要不要徐平原 奶生奶气地拒绝 徐悦也就停下动作 问她 想不想我呀 徐平原毫不犹豫地点点头 想 说吧 巴基在徐悦脸上亲了一大口 来表达自己的想念 徐大郎觉得小家伙这模样很可爱 突然想起了幼年时的徐悦 难得打拒到 那舅舅呢 想不想舅舅 徐平原向事才想起来 还有舅舅这个人 照一转头去搜寻他的身影 然后委婉地说 有一点点想 徐大郎 我想 我想舅舅 徐东北炮弹式地冲了过来 一个起跳 直接蹦进徐大郎怀里 挂在他身上 举高高 举高高 这般热情 徐大郎招架不住 无奈地把徐东北提起来 把他放在自己脖子上 小孩最喜欢大人的视角 突然拔高的世界 让他觉得很快乐 急切地催促舅舅到别的地方走走 他要看看新领地 我也要 徐平原忙着挣扎住 要从徐悦怀里滑下来 去追哥哥和舅舅 第559章马超 我没任你们任何人 徐悦让徐大郎把侄女儿也领走 目送救生三人 朝着军营操练场走去 摇摇头 好笑地收回目光 徐大颇为吃味地 冲好大儿被引气了一声 这才招呼母女俩进账 赵云和张飞呢 徐悦疑惑问 军事上的事情 由王平平全权负责 有时徐悦这个首领 都不知道自家下一步要打哪里 不过 有阿娘这个专业人士负责打仗 她就可以偷懒 痛病快乐住 王平平解释 我军前后俘虏公孙军 共一万四千人 我让他们两人想办法 处置这些伏兵去了 如果是按照我们那里的规矩 除去个别穷凶极恶者 剩下 的俘虏依照类别 一部分可以让家人用钱 把人赎回去 这样可以减小财政压力 还有的会送到垃圾心上 让他们沦为廉价劳动力 又或者洗脑后 编入新的军队成为佣兵 王平平说到这些事 眼里不 自觉就亮起了光 他有点想念故乡的星云了 我问过赵云他们 从前也有军队会收编战俘 先前曹氏拿下红金军 就是这么做的 这对军队来说 无疑是个很好的选择 但话说回来 这就等于 我们还要花费精力和财力 重新对这些战俘进行培训 财政上面 压力肯定不小 所以 幼娘你觉得呢 王平平看向徐悦 询问她的意见 也是侧面了解一下 当前徐家军的经济 状况 徐悦手中有着徐家军 完整的经济数据 这些日子 她待在北宫里 就一直在和猪八戒等人 核算这场战斗的成本 所得的数据是惊人的 不过收获也是巨大的 想了想 徐悦把账本拿了出来 直接摆给爹娘看 豪气地笑道 咱们 有钱住呢 阿娘 你要是有什么想法 直接去办就好 不用担心经费的问题 一万四千人 咱们也养得起 不过前提是 思想得控制到位 要不然 就很难控制住 倒不如 把他们通通丢进矿山 去挖坑 但王平平明显舍不得 徐大道是想得开 看到了账本 心里就安定了 提议道 既然 现在我们经费充足 那不如一鼓作气 直接绕过南匈奴的底盘 杀入西梁 一举夺下梁州 王平平眼睛一亮 她正有此意 夫妇二人一起看向徐悦 幼娘你怎么看 这还能怎么看 有钱有人 还有士气嘉诚 当然是乘胜追击 我为你们准备梁草装备 徐悦一句话 听得夫妇俩心中 甚是舒爽 王平平提醒 拿下梁州 我有把握 但这次曹德那边 肯定已经有所反应 到时候 要是控制不住战况 咱们可能就要面临 有史以来最大的 全面战斗了 你 要做好心理准备 徐悦汉手 我心里有数的 这次收复病 接二周 我已经马不停蹄地 让人下去 进行人口统计了 最晚六月份 我这边就会得到 一个具体的数据 到时候 到时候如何 徐悦没有明说 但一家三口 相识一笑 已然明白 冀州一直以来 就是人口大周 病州人口稍弱 但两个州加起来 三百万人口 还是有的 依照科技术的兑换比例 一千比一 这就是三千颗能量果 有了这份底气 徐家军还用怕吗 时机已经成熟 现在就是他们放开拳脚 往前冲的时候 一家三口 就具体细节 又商议了片刻 徐大郎领着 玩高兴的双胞胎 也回来了 得知徐悦等人 决定继续出兵 片刻不停 徐大郎兴奋地 捏了捏拳头 满眼都写着迫不及待 这次我跟你阿娘去 便足以徐大突然开口 交戏了徐大郎 一腔热血 青年英气的眉头 皱了起来想要开口 还没说 就被徐大打断了 眼下我们要面对的 不只是一个西凉 眼州与冀州比邻 曹氏已经得知 我们拿下病 接二州 此时肯定会有大动作 冀州留下吕蒙和赵卫 并州这边 你还得跟幼娘一起 坐镇主持大局 我们带走了赵云 张飞两兄弟 那些战俘 你们还得想想办法 尽快处理总之 就是一句话 现在摊子扑大了 得 留人守着摊子 才能避免被小人偷家 还有赵氏就督索在地 私利 这里也是曹氏的地盘 从私利到梁州 有直达通道 而他们还得绕过 南匈奴的地盘 才能到梁州 更要争分夺秒 利弊徐大郎也懂 但是 看住徐大一副 大家长的安排模样 心里很不爽 有没有 徐大郎冲着徐大背影 冷哼了一声 牵着不知所以的双胞胎 大不出了军杖 这孩子 真是徐大副手立在门边 看中那远去的高大身影 恨铁不成钢地摇了摇头 把当爹的架势完美拿捏 王萍萍白了她一眼 这点出息 对了 卫生队要过来了 已经在路上 由甘夫人带队 王萍萍突然响起 便同徐月交代了一声 接下来 他们就要准备出发前往西凉 后续的接应事宜 得徐月自己注意 徐月大喜 后又疑惑 赵贝的伤 应该还没完全好吧 甘夫人 舍得丢下丈夫过来 王萍萍轻挑了挑眉 这有什么舍不得 她既没缺胳膊少腿 也没变成傻子 伤势该处理的都处理了 余下的自然有其他人照顾 现在 甘大夫可不只是 她照备的夫人 她还是我们的首席护士长 王萍萍认真说的 徐月笑了 算起来她和甘太太 已经两三年没碰过面 也不知道 她现在是什么状况 怀着对甘夫人的期待 徐月和徐大郎一起 带着双胞胎 跟翠鸟回北城了 西州 启禀大人 北地协同北都百官 已经来到城外 命令即刻备驾 前去迎接 站在城墙上 看住东方大地的青年 眉头一皱 启禀大人 南边探子回报 曹军已出长安 正往我大盘山下 激行而来 青年人 也就是西州军阀 头子马超 脸有点绷不住了 启禀大人 北边探子回报 徐家军突然在 贺兰山下出现 郑狱往南边杀来 一南一北 好端端的 这事都要弄死他 马超一张脸 彻底黑成锅底 首先 他没惹他们任何人 其次 他没惹他们任何人 最后 他没惹他们任何人 曹氏大军和徐家军 同时杀进梁州 刚准备在梁州落脚 以为找到了救星的北地等人心 顿时就凉了 马超很想骂娘 但现在又不是 让他骂娘的时候 只能先撇下 还要摆皇帝架势的北地等人 急忙召集西梁五万大军 兵分两路对付突然进攻的徐家军和曹氏大军 前者嘛 追着北地过来的 打得的灭皇帝的旗号 听起来就吓人 马超以为后者出师无名 比徐家军要好对付一些 却没想到 曹氏狗贼 居然有样学样 跟住徐家军一起大喊灭北地 这下子 马超觉得自己要良 门下谋士纷纷过来劝他 杀了北地等人 送去赫兰山下 找徐家军求和 为什么是找徐家军 而不是曹氏大军 这就要从当年董星入京开始说起了 那时候的马超 还不是西梁的老大 年轻小伙 跟在老爹和书败身后 趁着中原大乱 从西梁 带着两万铁骑入京 去迎接小皇帝 但没想到 到了京城才知道 胜利果实已经被董星摘掉了 马超的老爹书败们 大老远跑一趟 却要被迫空手而归 这人家能干吗 肯定是不能干呀 马家麻溜地加入了董星大部队 打算一起享受胜利果 然而 那时候一起风发中年郎 曹 袁等人 身为赵氏忠臣 又怎么能眼看着皇上被小人挟持 很自然的 马家就跟曹家站到了对立面 这么多年以来 马家在老家西梁老师待着 再也不想掺和中原那些乱七八糟的事 可人的一生 有时候就是这么离谱 马超他的长辈们 犯了个男人都会犯的错 他们死了 老的求稳 却没有真的稳住西梁 就撒手人寰 新青年马超自幼跟随树白们 在马上征战 中二青年总有些中二想法 对这宽阔的中原大帝 很有些想法 而他也确实是个少年英才 加上父辈留下来的丰富人力资源 很快就用强悍的武力 平定了西梁内部的乱七八糟 这时候 中原的徐家军已经冒头了 一个年纪才13岁的小姑娘 做了起义军的女首领 这对当时已经20岁 还没踏出家门半步的马超来说 无疑是个巨大的刺激 于是乎 就在徐家军拿下幽州的这几年 西梁也多次往南边探出脚步 全都没成功就是了 曹德老贼并没有那么好对付 中原那些诸侯王 对他们这些北方汉子也有很深的成见 所以 相比较下来 徐家军那边不管是名声还是出身 都比他马家还要低 照理说 应该不会嫌弃马家才是 徐家军 风平被害 马超看住身后强撑着冷酷 但其实内心慌得一批的北地诸臣 有些异动 北地和拥护他的大臣们 顿时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 就在这时一道堪比惊雷垂落的轰隆巨响从贺 蓝山下传来身在武威郡的北地众人心顿时一紧 不好 是徐家军的惊天动地 北都来的大臣惊慌喝道 马超俊梅一昼 什么惊天动地 北都大臣吞着口水解释 是可将百万大军瞬间移为平地的神雷 神雷 马超不信 凡人之躯 怎么能引天雷 你们在说什么鬼话 其我年弱 没有见什么 马超不悦地盯着那北都大臣 两只眼睁大 颇为骇人 北都大臣见他不幸 却是急了 忙把当日公孙大军如何惨败的经过描述出来 那铁桶有一人核爆这么大 桶内装的都是黑色的粉末 有消食和硫磺等毒物的气味散出 只见到王平平立于空中 手中火箭对准投掷出来的铁桶一射 轰隆 一下 天地变色 脚下大地剧烈震颤 昏昏摇动间 根本不给人反应的时机 便有热浪滚滚烧来 直接把人冲飞出去 手脚凋零 炸得遍地残肢 北都大臣越说越慌张 说到后面 居然怕得 眼泪都要落下来 原因无他 只因为在这个信奉鬼神之力的时代 炸药展现出来的实力 完全符合当代人们对鬼神能力的认知 平日说一说鬼神人们并不害怕 因为没有人真的看过多么可怕的异常现象 说的最多的 就是绿色的鬼火和夜半鬼叫了 但那些心理上的畏惧 哪有真正的死亡来的可怕 徐家军这惊天动地的炸药桶 宫寝间就能要人性命 不过这都是外行人的视角 站在王平平的视角上 这些炸药威慑力有 杀伤力却严重不足 丢在人堆里根本炸不死多少人 但热武器的作用 从来都是威慑力 而不是真的要把它大面积的投入 在战场上收割人命 用巨大的爆炸声来恐吓敌军 心理素质不过关的 直接就会失去战斗力 而足量的炸药 也可以用来爆破城墙和堡垒 毁灭敌人的防御等等 但不管怎么样 百万大军瞬间一为平地的说法 远远不是黑火药能够办到的 就算有徐家庄大学里 学生们研制出来的硝酸 那一点点微弱的剂量 也达不到一场战争所需的数量 不过 光是炸药桶 就已经足够威慑住马超等人了 巨大的爆炸声 不断从贺兰山下传来 士兵们的惊呼声 似乎都传到了五威郡之所里 听得马超在坐不住 披挂亲自上阵 门下臣子纷纷阻拦 连北帝都要拦住他 不准他去 可马超会听他一个傀儡皇帝的话吗 叛逆青年显然不会 王将军 马超在城下向您叫阵 一脸黑灰的张飞 兴致冲冲地跑入主帅大仗 大嗓门激动吼道 他这灰头土脸的模样 一看就知道是刚打扫完战场 此时天已经黄昏 白天那场大战 马家大军被徐家军杀得接连败退 此刻已经丢了两座城 现在被徐家军堵在卫城内不敢出来 闪电战是王萍萍最擅长的 加上炸药桶的辅助 一个白天就把战线往前推进了二百里 这个速度 可以说徐家军完全是跑着在追马家大军 听见张飞跑进来 正在被徐大伺候着洗头的王萍萍 直接从水盆里扬起头 一头爽力的短发 在空中划出一个完美的幅度 甩了徐大一身水渍 第五百六十一章 不想讲武德 你这人徐大错不及防 被淋了脸 气得要骂 王萍萍淡淡抬起手 命令到 毛巾 徐大瞠目 却见水珠顺着王萍萍侧脸往下滚落 划过那林立的下河线 滴进了微长的林口中 麦色的肌肤透着光泽 两条锁骨微凸 有种说不出的魅惑风格 顿时 要说的话全都吞了回去 咕噜暗咽了口口水 微红着耳间 将洗漱架上的钱毛巾递过去 给做完这些 发觉张飞就站在大 帐内 两只同龄大眼 在自己霍王萍萍身上来回扫 剑眉一束 脚步无声地往王萍萍身前 迈了一步 冷声问道 喊什么 谁来了 哪家的马 张飞挑了挑眉 懒得管着空气里飘荡的那一丝丝暧昧 兴奋说道 徐大哥 是马超 那小子正在城下叫阵呢 说要亲自会一会儿咱们王将军 他喊他的 你兴奋个什么劲 徐大还是莫名看张飞不爽 语气也冲了点 张飞搔了搔头 不想跟这个无理取闹的男人计较 只抬头看向已经擦前进头发的王萍萍 王将军 咱们要应战吗 如果换作从前 以张飞的性子 绝对不会 问这句话 直接就是一个字 干 但现在不一样了 他也是上过王萍萍的军事私人教学课的成熟士兵了 深知战场上风云诡诀 万事不可冲动的道理 现在的情况就是 马超精气神都在巅峰状态 而他们王将军才刚带领徐家军从贺兰山下追击马家军二百里地 这还没来得及泻口气呢 看住张飞那兴奋的大眼 王萍萍抬手剥了剥短发 没说去也没说步步去 只朝徐大那又伸了一回手 夫妻俩多年养成的默契 让徐大立马领会到了他的意思 顿时露出一个玩味的笑 而后 在张飞急促的呼吸声中 一个秀里乾坤小法术使出 将一个长形木匣子交给了王萍萍 这 这 这还比什么 张飞激动得都结巴了 这木匣子的长度和宽度 多不得让人想起王萍萍手中那把令敌人闻风丧胆的神器 此时 赵云受不了城门下马超嚣张的叫战声 也跑进了大帐 王将军 让我去教训教训马加纳斯 不必王萍萍提起长霞 大步朝帐外走去 赵云一脸茫然地看住屋内两人 王将军要亲自应战 徐大笑而不语 快速跟上了媳妇的步伐 张飞深吸了一口气 转身揽住赵云的肩膀 望着魏城方向 同情道 那马加小子不知好歹 这下真撞枪口上吗 枪这个词在徐家军中已经不是新词 可以代表他们使用的武器长枪 也可以代表他们将军王萍萍手中的神器 赵备三兄弟跟在王萍萍身后多年 对这把神器的称谓也有所了解 显然 张飞现在说的枪就是指那把神器 赵云回过温儿来 惊讶地挑了挑眉 脚下速度急忙加快 拽着张飞就朝前面的夫妻俩追去 深怕错过了精彩画面 三弟 你可还记得咱们将军前两次动用神器 是什么时候吗 张飞好奇地问 他脑子比较笨 这些事的具体发生时间都模糊了 赵云确记得清楚 一次是五年前 杀了原始大将孙苗 让公孙再赢得了幽州 第二次是两年前 大破匈奴 换来了幽州边境的安定 说到这 兄弟俩对视了一眼 都从对方眼中看出了 即将见证历史时刻的颤抖 眼下马超前来叫阵 看似是西州和徐家军的较量 但实际上 这是徐家军跟南面曹氏 孙氏 赵氏等各地军阀的集体较量 只有先曹氏一步拿下西州 徐家军日后才能在中原大地站稳脚步 而一旦失去了西州 那么 徐家军就将遭遇各地联合大军的猛烈围攻 为了这一个筷子 王平平也不想讲什么武德了 直接全力以赴 实力碾压 他刚刚还在想 怎么擎贼先擎王 杀掉马超这个西州领头羊 现在倒好 小伙子自己送上门来了 他还能跟他客气 魏城城门下 马超骑着从西域进贡的汗血宝马 身披盔甲 手持长刀 一双黑眸 炯炯有神地盯着不远处的徐家军大营 只等那个传奇的女人 出来与自己一战 他自以为 公孙赞是因为年纪已老 身体衰败 已无当年风采 这才会败在王平平手上 而他自己 年轻力壮 正是兴旺的时候 王平平一介女流 肯定不是他的对手 马超在城下教阵 完全不顾身后北都大臣们的劝阻 年轻人 这里头的水太深 你把握不住 久等等不到徐家军营有动静 马超那风一笑 想必是怕了吧 不过 笑容刚拉开 就僵住了 只见前方大营前 出现了几道身影 为首那个 不披甲也不带眉 帽 手里连把武器也没拿 只提着一个长条木匣 正领着徐家军中 那几名将领 缓缓走来 阴格的较远 对方又留着 布吉尔的短发 马超第一也没能认出来 这就是徐家军中 大名鼎鼎的女将军 王平平 直到几人走近 看到了为首那人 军服之下 灵蒙有致的身形 这才大吃一惊 不敢置信地贺问道 来者可是徐家军 主帅王平平 对面传来一声 是 我 马超顿时如遭雷击 王平平居然长这般模样 在马超的预想中 这个女将军 应该和壁画上 那些身披五彩轻甲 头戴红阴窥帽 手中持弓 英知飒爽 坐在骏马上的 女将神差不多 怎么想 都没想过 堂堂主帅 这般随便 不 这都不是 最让他震惊的一点 最让马超感到震惊的 是王平平那一头 帅气的短发 俐落的短发 配着徐家军的 特有军服 有种别样的英气 小子 你眼睛在看哪里 一道冷漠的男鹰 突然在耳边响起 马超惊了一跳 下意识转动脑袋 左右看了看 这才发现 说话的人在对面 抬眸看去 就对上了一双 冷酷的眼睛 那幽深的黑眸 庞扶要把他吸进去搅碎 马超心下微惊 这个站在王平平身旁的男子 气势好大 王平平逆了身旁的徐大一眼 你发什么神经 徐大心头一梗 才把那冷冰冰的目光 从马超身上收回 心中锦铃大作 马德又是个大帅 徐大只能安慰自己 马上这个比自己长得好看的小马仔 就要被自家婆娘给宰了 双方互报了姓名 马超看住王平平那一身轻便 不像是来打架的装扮 周梅问道 王将军打算就这样同我应战 本以为对方会说什么 现在准备不够 明日再战之类的话 却没想到 女人轻点了点 便原地单膝跪下 打开木匣 取出里面的零部剑 看似缓慢 实则动作十分迅速地将其组装起来 很快 一柄黑色半自动狙击步枪 就出现在王平平手中 他仍旧保持着半吨的姿势 却把这把枪架在了肩壁上 头微微侧住 开口道 来吧 不知怎的听着这随意的一句 来吧 先前还自信满满的马超 忽然在心里咯噔了一下 徐大领着赵云和张飞往后退 留给王平平更多的发挥空间 这还是赵云兄弟俩 第一次看到传说中的神奇 长什么模样 想象中的五彩光滑 灵气四溢都没有出现 而是普普通通 看起来就很笨重的一块铁疙瘩 这让两人略感失落 但随后又升起更加浓厚的兴趣 想要知道 他是如何坐到千米之内 可爆破敌军手机的 兄弟两人下意识屏住了呼吸 憋得脸都红了 徐大静静看住 无比期待见到在场这些凡人目露惊骇的模样 见马超不动 王平平又催促了一句 你到底打不打 城楼上的手下提醒马超 主公 小心对面有诈 不如就让属下替您先去探一探 马超 抬手 示意城上的属下们别说话 深吸了一口气 紧了紧手中刀柄 一家马富 冲了出去 众人的心顿时提了起来 眼也不敢眨地盯着城下对战的两人 只见马超率先冲出 汗血宝马果然名不虚传 速度极快 眨眼间的功夫就已经冲出百余米 而对面的王平平却纹丝不动 马超很快猜测出来 他手上的武器可能是和弓弩一样的发射武器 虽然用远程武器应对近战武器有点不讲武德 但想着对方是个女子 让一让也无妨 马超顿时自信满满 他有信心能够躲避剑枝 很快 汗血宝马的直冲就变了方向 马超驾马突然转向 企图绕到王平平身后 就在这时 所有人都听见砰的一声响 声音并不算大 和炸药桶的巨响比起来就像是小孩过家家一样 但就在声响之后 正在转向的马超突然就从汗血宝马身上摔倒下来 在地上狠狠滚了几圈 没有再站起来 主攻 城门上的马家副将们目吃欲猎 急忙从城上跑下来 打开城门打马狂奔而出 赵云和张飞眨了眨眼 眼神询问对方 你看见神器是怎么发动的了吗 兄弟俩摇摇头 速度太快 还没等他们反应 一声响后一切就都结束了 压根都没看清楚 而正是因为如此 体现了神器的快准狠 意识到这一点的兄弟俩狠狠打了个寒战 那么问题来了 马超死了没 徐大迅速探了过去 然后就看到倒在地上的青年将军动弹了一下 大势所望 马家军副将们喜极而泣 忙把主攻扛起来 带回城去 灵了 还不忘回头恐惧地看了王平平一眼 生怕他再次举起那把黑不溜角的铁家伙 打歪了 徐大质问前面这个女人 不想去猜测他是不是因为舍不得才手下留情 王平平回头冷冷瞪了他一眼 你在怀疑我的枪法 徐大眸色暗了下来 你看上那小白脸了 徐大暗中摸了一把俘虏 打算只要这婆娘点头 他就冲上去给那马家小仔补刀 王平平眼睛微眯起来 他突然发现 徐青阳他今天有点奇怪 收了木匣 走上前来 抬手抹了下他的额头 发烧了 不烫啊 你不是休闲的吗 会感冒 说着 想起这西凉的昼夜温差确实大 叮嘱 晚上气温下降 多穿点 徐大嗨嗨低渴两声 只见家住的福禄又默默收了回去 你打中他哪里了 徐大好奇问 王平平答道 右肩膀 不断的话 也在拿不起武器 徐大顿时满意了 这婆娘下手这么狠 怎么可能对那小白脸手下留情 刚刚是他想岔了 这下咱们是否要破诚植入 趁他病要他命 徐大一脸迫不及待 王平平摇了摇头 你急什么 这下我们在军中 等着他们派人过来县城就可以了 徐大一挑眉 听婆娘的 都听婆娘的 咱们回应 徐大招呼上呆愣的赵云和张飞 兄弟俩崇拜的对王平平深深一拜 这才跟住徐大离开 王平平背着木匣 独自走在最后面 突然停住 转身冲步远处 紧闭的城门高声说道 告诉 马家的小将军 我想要他性命 一如反掌 让他识去点 看在两军将士的性命上 速来投降 对了 再给你们提个醒 曹军官大将此刻带领五万精兵 逼至天水城 你们要是再犹豫下去 即将面临两军夹击 到时候 这世上还有没有他 马超都得两说 希望你们好之未知 做出正确的选择 说到这 似乎感应到城门内 正有人听着自己的话 王平平 又笑着说了一句 徐家军才是天下百姓们的未来 说完 他便转头离去 回到徐家军大营中 天色黑了下来 魏城外的营帐内 亮起昏黄的光亮 一股浓郁香气 从营地随风飘来 咸辣鲜香 强烈地刺激住 魏城上 士兵们的味蕾 有士兵好奇地 朝对面营地望去 徐家军在吃什么 这也太香了吧 老子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正说住 就见几名徐家军士兵 点住火把 从营地跑 了出来 正是他们魏城方向 大人 守城士兵们 急忙看向领头的参江 要不要射杀 参江摆了摆手 这几个人身上背着大大的包袱 手里只拿一把短刀 不像是要来爬城 反而是要给他们送什么东西 第563章 就是这个味儿 只见那几个徐家军 举住火把 鬼鬼祟祟 朝魏城这边走来 距离魏城 还有百余米时 就抬起手 做出一个投降状 把手中武器 全部放在地上了 而后观察 这城门上的马家军将士 谨慎地等待了足足五分钟 确定对方 已经搞清楚 自己等人的意图 不会随便乱射箭 这才继续背着包袱前进 很快 他们就来到魏城城门下 飞快将身上的包袱卸掉 转身捡起武器 就朝徐家军大营跑 城门上的马家士兵们 等了很久 直到看见这些 鬼鬼祟祟的敌军 消失在营帐内 这才派人下楼开门查看 对方到底丢了什么东西 在城门下 一共六个土黄颜色的包袱 不管是颜色和样式 都跟对面军营 挂起来晾晒的军备 一模一样 打开宽大的军备 里面是颜色各异的瓜果蔬菜 马家将士们面面相去 满眼狐疑 徐家军这是搞什么鬼 难道打算用这些东西诱惑他们 然后毒死吗 不过这些东西看起来 都不像是被吓过毒的样子 只见那红色的 有成人拳头大 看起来像是果子 拿在手上还挺沉 举在鼻尖纹 还有骨别样的香味儿 认识吗 守城参将马骏问身旁的属下们 士兵们纷纷摇头 表示从来没看过 马骏又看向那堆颜色各异的瓜果 其中一种格外大 圆滚滚 其上有暗律斑纹 看起来像是将军度 这个认识吗 马骏又问 一众士兵还是摇头 从来没看过 侦探娘的奇了怪了 老子祖祖辈辈长在幽州 也没见过这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 徐家军这是什么意思 马骏嘴里骂马咧咧 手上还在那几个包袱里翻动 突然 他眼前一亮 发现了一张折起来的纸 把纸打开一看 上面写满了字 都是简体字 笔记歪歪扭扭 活像是鸡抛出来的 一看就知道 肯定是哪个钢学字的小兵写的 还好大字读半边 那些看起来不太认得的简体字 马骏靠猜也能猜出大概意思 纸上写着这些瓜果的使用指南 对方也贴心地附上了详细的配方 他刚刚第一个拿的红色果子叫番茄 切碎同鸡蛋一起炒 撒少许盐 少许糖 可称一道番茄炒蛋 还有那些红色细长条的叫做红辣椒 土疙瘩一样的叫马铃薯 马铃薯切丝 红辣椒切丝 佐以葱姜蒜 热油倒入铁锅爆炒 滴少许醋 一道酸辣土豆丝就成了 还有那个将军度的大瓜 叫做西瓜 切开可食红肉 甘甜多汁 饭后一片 能削千愁 马骏越看眉头皱得越深 此刻 对面军营里那种刺激味蕾的香气已经淡去 可他口中分泌的唾沫 却再也止不住 去 把火复营的叫来 让他们把这些菜拿下去 按照方子做 马骏迫不及待地吩咐道 他不是下午还没吃饱 实在满脑子都是刚刚那股浓郁刺激的香气 让他想马上试试看 自家是不是也能复刻出来 至于那将军度大的西瓜 一共有五个 马骏指挥手下把这五个瓜抱到主帐去 一会儿他先请示一下主公 再决定吃是不吃 顺便看看他家主公到底怎么样啊 不一会城内传来了一股辛辣呛人的味道 可枪归枪 将士们口中的唾液却开始不自觉分泌 就是这个味儿 刚从徐家军营里飘出来的就是这个味道 士兵们顿时把火赴营前的大噪围了个水泄不通 同时马骏也吞着口水 带着西瓜来到马超的主帐外 马超的禁卫正站在门外把授 神情严肃 马骏感受到主帐内的严峻 略有迟疑 最后还是上前轻轻问了一声 可惜 卫兵并不理会他 反而把剑拔了出来 当即 马骏心里就是咯噔一下 难道主公已危在旦夕 不过只慌乱了一瞬 马骏就冷静下来 看住眼前这些禁卫冷肃 但并不焦急的神情 心下稍安 如果主公危在旦夕 这些禁卫怎么可能还站得住 不过也能感觉到 情况虽没有最坏 但也不太妙 马骏心中纠结了两下 只好先把徐家军送东西过来的事 请禁卫们转告 而后便带着五个大西瓜去了火赴营 既然主公不管 那他就先做主 替主公试试这些果蔬有毒无毒 马骏请手下拿来刀子 照住纸上的提示 一刀将西瓜切成两半 鲜红的果肉和浓郁的青田 暴露在众士兵眼前 口水吞咽声彼此起伏 听得马骏都打了个寒颤 喝道 瞧你们那点出血 还没事毒就想上口 活该 毒死你们 嘴里骂骂咧咧 手上动作一点不慢 又用刀八瓜切成小块 当先拿起一块 正气凌然地说 本将军先替你们试一试有毒无毒 说吧 磁流一大口将那鲜红多汁的果肉 咬了下来 那一张锯嘴 一口就把一块西瓜给浅没了 士兵们眼巴巴地看住 听见那只水横流的声响 再闻着空气中传来的甜香 哈喇子都落了下来 但碍于上下级关系 士兵们只能追问 大人 怎么样 大人 这瓜好吃吗 大人 这瓜应该没毒吧 大人 面对众人的询问 马骏一句话都不说 只是马上又拿起一块西瓜 两口干掉 紧接住继续伸手去拿第三块 有毒没毒 这还用说吗 士兵们疯了 一窝蜂涌上来 数不清的手探到案板上 马骏去拿第三块时 面前已经空空如也 就连那沾了瓜汁的案板 也被不知是哪个饿死鬼 端走呲溜呲溜的甜 甜味 是这个时代最稀缺的口味 比咸味还要让人疯狂 平常有花能挤出一点蜜 路人都不会放过 要是遇到一个蜂巢 那边便是天降红韵 山间的椰果 是一般人能获得甜味的最快途径 只是果少人多 一年到头 也就能尝上那么一两回 梁州 从他的名字就能知道 这里的鼠偏僻 物资不丰 很凉凉 连年战乱使得昔日繁华的思路中断 常年镇守在梁州关爱的士兵们 风吹日晒是基本日常 吃不饱穿不暖是家常便饭 至于军饷 那是个慎东西 主公还能发得起饭 不用让他们这些小兵饿死就不错了 说来可怜 他们这几年都靠打劫匈奴过活 而每次大军出征时 也是士兵们吃得最好的时候 可能也正是因此 西梁骑兵也是出了名的凶猛 因为主公说了 只要往南打 弟兄们就能吃香的喝辣的 总之 西梁大军的真实状况 就是一个字 苦 西瓜的甜又香又浓 这种东西放在西梁大军中 能让人杀红颜 当马军正为案板遗失 而感到气愤时 已经有人开始朝他身旁 剩下的四个瓜探出手 结果就是 因为一个瓜 马家大营差点引发几件血案 幸好马家治军严厉 马骏及时反应过来 挤棍子敲下去 可算是把这群饿死鬼给打趴了 此时此刻 马骏举住大木棍 看住被自己打倒在地的士兵 以及火富英弟兄们惶恐的脸 突然觉得 这一切就是徐家军的阴谋 知道他们马家军没什么好东西吃 所有丢来了西瓜这种大杀气 差点害得整个军营 为吃一口瓜自相残杀 高啊 实在是高 马骏望着徐家军营方向 咬牙横道 士兵们趴在地上 眼神也是火热的 其中一个既吃不计打的弱弱问 大人 剩下的四个瓜 话没说完 就被马骏凌厉的目光 吓得闭了嘴 只是 那盯着四个瓜的绿油油的目光 却越发骇人了 马骏环顾四周 所有没有职守任务的士兵 全都聚在了这里 足有八九百人 此时 火富英大锅里的菜也被盛了出来 从未有过的酸辣滋味 被晚风吹到每个人面前 士兵们一个个饿狼似的 紧紧盯着那几碗菜 马骏没有办法 他已经想象得到 自己要是把菜端走独吞 将会引发一场怎样的灾难 五个银一银一份 瓜也切了 平分 马骏命令 没有人反对 所有人都喜滋滋地看住 火富英的老兵 老兵深吸一口气 一边在心里吐槽 这些全是饿死鬼投胎 一边拿出碗 把西红柿炒鸡蛋 和酸辣土豆丝 分成五份 交给五个营的都尉长官 至于之后 这么多人分这一小碗菜 要怎么才能不惹众目 那就不关他一个 小小火富的事了 老兵暗暗在心里清醒 自己刚刚已经趁所有人不备 利用植物之便 把两道菜都先尝了一遍 至于毒药什么的 他做菜这么多年 菜里有毒没毒 一眼就能分辨 早就知道 这些果蔬虽然没有多新鲜 但也不会有毒 大人 瓜 瓜 士兵们得了菜 又激动地喊道 我一刀切了你们脑袋瓜 马骏没好气地骂了一声 但还是亲自把瓜切了 各营都尉长官不负众望 愣是把一碗菜和一块不大的瓜 分成几小块 分发给手下士兵们 大家都是一起苦过来的 熬不住地早当了逃兵 抑或是死了 现在能留下来的 互相之间拥有很深的战友情义 这也是为什么士兵们刚刚闹成那样 马骏也没拔刀杀人 不过私底下 大家会为一口吃地闹起来 但真上了战场 他们就会变一个模样 默契无鉴 凶猛无匹 这一晚 马家将士们一边担忧着主公的伤势 一边回味着徐家军送来的吃事 揣测住徐家军到底是什么心思 不过还没等到他们想明白 隔天中午 徐家军营地那边又有几名小兵 装了几个包袱的东西 给他们丢在卫城城门下 马家士兵们顿时激动了 马上就要去取 还是马骏心思缜密 恐怕有诈 这才把士兵们摁住 他亲眼看着那些徐家军士兵回到营地 确定四周不可能有埋伏 这才让手下士兵去把包袱带进来 大人 没有西瓜 负责查看包袱的小兵失望地喊道 其余士兵闻言 兴奋挑起的眉头也都搭拉下去 但他们送来了许多咱没看过的东西 只上说泡面二十包 小兵突然又兴奋地禀报道 搭拉下去的士兵们顿时又来了精神 都说徐家军好东西多 这次又是什么 众人簇拥着马骏好奇地上前来看 光是包装就已经让马骏等人大吃一惊 指尖纳红的绿的包装上 清晰地印住一个人 五官表情 简直就像是真人被封印在上面一样 栩栩如生 而且 那人的装扮 也是短发 短袖长裤 和徐家军那边的百姓穿着差不多 但明显画上的更华丽 色彩也更艳 这是画 这画上的是谁 马骏狐疑低难 身旁的士兵们猜测到 难不成这是徐家人 从天宫带下繁来的东西 这画上的人 是天宫某位神仙 越说 士兵们就越觉得这是真相 有人 指着方便面上的明星代言头像分析 大人您看 此画像上的神仙 剑眉心目 腹白赛雪 似女飞男 雌雄莫辩 这般绝世容颜 不是神仙还是什么 马骏眉头皱了起来 虽然很不详 相信 但是 手下分析的好有道理啊 那 那他是个什么神仙 士兵猜测 许是个方便面仙 这东西不是叫泡面吗 那神仙模样画在面上 肯定就是掌管泡面的面仙罗 士兵自信 满满道 一定就是这样的 马骏嘴角微抽 但对方有理有据 他无法反驳 只上说撕开这外面的包装 以废水泡汁 放入调味料 三分钟后即可食用 士兵把使用指南递给马骏 请示他先一步该怎么做 经过了昨天傍晚的争抢后 马骏已经吸取经验教训 让心腹手下先把这20包泡面收起来 等他指手完这一轮 再行分配 士兵们兴奋了 特别是跟在马骏手下的直系属下们 一个个期盼住 数住时间熬过了指手 迫不及待就携着马骏往大仗去 在大仗里 火夫老兵已经事先准备好热水和碗筷 大家依照使用指南上的步骤 先小心撕开画住泡面神的包装 力保兑线整齐 包装完整 别撕毁了泡面神的画像 第565章头位进行中 某都位趁人不注意 把画住方便面神的包装纸藏在袖中 打算回去张贴在自己床头 看看有没有可能方便面神大发慈悲 为他变出泡面来 绿色包装的泡面是泡浆牛肉味 红色的则是红烧牛肉味 这两种口味 不管是哪一种 都能让人的味蕾得到最大限度的刺激 泡面一冲开 马骏就知道 他误会了 昨晚上的番茄炒蛋和酸辣土豆丝 根本就不是先前从徐家军军营内 飘来的咸香刺激的原主 此刻他面前这碗红烧牛肉泡面 才是正主 徐家军里怎么能有这么多好吃食 某都尉一口方便面下肚 羡慕得都哭了 马骏也没控制住自己羡慕极度恨的心情 一边呼噜呼噜喝着面汤 一边说 不如今晚 咱们就杀出城去 将他们粮草洗劫一空吧 其他几个都尉纷纷回应 我看行 然而 一碗泡面吃完 舔完最后一点汤之后 大帐内陷入了诡异的沉默 主公现在还在主帐内躺住 生死不知 他们拿什么去抢徐家军的粮草 而且 对方并抢马壮 餐餐吃肉 炖炖喝肉汤 偶尔还有西瓜 泡面改善伙食 精神面貌都不知道 比他们强了多少 这还没说 对方那可怕的炸药桶 以及昨日王萍萍 用来重伤他们主公的神器 这特娘的还怎么打 马骏同几名都尉对尸一眼 齐齐躺下 满足地打了的宝格 期待起明天徐家军的头位 第三天 徐家军送来了几大包袱的钱货 有钱海带 钱木耳 还有钱枣钱豆皮 娘的 老子咋就想不到 把这些水货弄钱 带到军营里来呢 马骏拍着脑袋 觉得自己傻透了 大枣黄豆他们这边多的是 可谁也没想到 居然能做成钱枣 钱豆皮囤积起来 木耳马骏也认识 他们梁州最大的麒莲山 每年春雨过后 就会长很多骏子出来 只是百姓们怕有毒 居然都不敢吃 白白给浪费掉了 至于那钱海带和钱豆皮 这两个都是徐家军特产了 现如今 徐家名声越来越大 谁人不知 他们一家 原本是做豆腐起家的 一直听说 徐家军有自己的海船 能从幽州入海 一直走到南越 我原先一直当成玩笑来听 觉得说这话的人 一定是看多了杂书胡吹出来的美 想到居然是真的 这么说来 徐家军居然能够自己造海船 难怪他们一直不缺粮食 光是那一片海 都够他们吃了几个都尉 捧着这些徐家军 送来的钱货 感慨不已 其实 他们活了这大半辈子 连海都没见过 海里有些什么 要么是从书里看来的 要么是从沿海商人口说出来的 这个钱海带 要是徐家军食用指南上不说 他们也不知道 原来海里还有这种肠带能吃 大人 这张纸上还说 多吃海带能治大脖子病 士兵就像是发现了新大路 惊喜说道 马骏神情一速 当真 士兵忙不迭点头 并把纸张递过去 给马骏亲自看 纸上果然标注了 多吃海带可预防 缓解大脖子症状的提醒 这可太好了 都尉们欣喜不已 忙让火富营 把这些海带钱拿下去做了 分给士兵们喝 他们西凉人民 早苦大脖子久矣 钱货看住情 但徐家军今天送来的这些海带 完全足够 未成军营士兵们 一人半碗鲜汤 一连三天 徐家军都送来给 未成马家军新鲜食物 让西凉军们感受到了 徐家军的丰富生活 但到了第四天 满城西凉军从早等到晚 也没能等来徐家军那几个送货的鬼碎身影 不由得大为失落 马军骂他们 剑鼓 众人羞愧地低下头去 第五天 一大早 马军就主动上城墙巡视 走来走去 眼看着早餐时间要到了 不急 之前不是中午就是晚上 早上还没看过他们送吃的来 于是 马军换了人 回到大帐里查看南面军情 形势严峻 可他脑子里全是方便面的香气 不自觉舔了舔嘴巴 八大一滴可疑液体 砸在军情布泊上 马军 幸好旁边没人 到了中午 马军再次上城墙 有动静没 城上望眼欲穿的士兵 粘巴巴地摇头 马军抬眸朝对面军营看去 吹烟生气 他们正在生火造饭 这一天天的也没个动静 不知道在干什么 王萍萍和徐清阳这对夫妻 就一点也不住急嘛 此时他们城中主帅重伤 不正是最好的进攻机会 马军一边想着泡面的鲜汤 一边为徐家军的举动感到困惑 到了下午 太阳已经下山时 还没见到徐家军有人过来 马军心里顿时有种说不出的空落落 徐家军营那边又有香气飘过来了 也不知道在吃什么好吃的 每餐的香气居然都不一样 上天似乎听见了马军等人的心声 第六天一大早 城墙上守夜的士兵一个机灵钟睡梦中醒来 就见到了城墙下方不知何时 多了一对徐家军人马 为首那人穿住如衫 在身后一众衣着简便的徐家军中 显得格格不入 但两者之间气氛又异常地和谐 城下之人正是徐大 他见城上的守卫兵行了 笑音音地说 战时暂休 你我两军往来已有些时日 县内子已在军中备下薄酒好菜 特请诸位将士入营供应 还请劳烦城上小哥帮忙通传一声 城上小兵一个机灵 彻底清醒了 活见鬼一样 忙不迭冲下城楼去找马军 什么 王平平夫妇俩要请我们入营喝酒吃饭 马军也吃了一惊 但脱口而出的却是吃什么菜 喝什么酒 可有戏说 小兵摇头 他 只是 一字不落地把徐大刚刚在城下说的话说了出来 想起这几日对面投来的善意 马军有点异动 倒是不觉得有诈 主要是 徐家军已经展现出他们碾压式的强大 真要对他们做些什么 主攻重伤这几天 他们早就可以行动了 不必日日投喂啊 不对 实力诱 第五百六十六章被骗 加上这两日突然被对方调了起来 马军急于搞清楚真相 便答应了 他叫来手下将领们叮嘱一番就准备走 却没想到 一众手下听见他要去徐家军吃好的喝好的 不干了 大人 您不能这样啊 徐公说的是请诸位将士 您一个人去 这不太好吧 徐家军的好酒好菜 他们也馋啊 马军冷冷看了他们一眼 你我都去了 营内空虚无人 要是出了事 谁能担待 众将面面相去 而后纷纷指着对方 你 刘夏 大仗位顿时乱糟糟一片 朝得马军耳根生腾 怒喝一声 随手点了个人刘夏 其余人等都一起去徐家军军营 这下 大多数都满意了 无视被留下的那名参江忧怨的目光 马骏领着五六个都尉来到城门下 开了城门 同城外徐大等人会合 双方友善一笑 便客气地一同前往徐家军营 先前 朱将只在城墙上远远观望徐家军营 猜到这里的徐家军们吃得好住得好 却没亲眼见过 这刚踏进徐家军大营 朱将顿时就被眼前这整齐有序的军营震住了 老子从来没看过这么前进的军营 某独为压低声音在马骏耳边惊呼道 眼前的军营排列整齐 在地上排出笔直的田字阁道路 一横一纵都很规整 看得人赏心悦目 而且军营里最难受的马分味 在徐家军营里淡得几乎闻不到 可见管马士兵将战马书写得多么勤快 这还不算什么 营内走过的徐家军 各个身材高大 面色红润 那壮实的身材 没有充足的肉量持续摄入 根本保持不住 马骏低头看了一眼 自己特意养出来的将军度 突然觉得 这一点都不值得骄傲了 乔人家这些徐家军 哪个不是人高马大满身是彪 徐家军的伙食 一定非常好 马骏与几名手下对视一眼 对今天这顿饭 暗暗生起期待 徐家军这么富裕 用来招待客人的东西 定然不会差 于是呼 就在马骏等人满怀期待地 来到徐家军主帅大帐里 以为能够大饱口福之时 呼拉一下 不知从哪里来的徐家军士兵 如蝗虫一般围了过来 马骏心头大惊小怪 甩臂就要抵抗 却没想到 一根蹲式的木棒 乒乓球地敲下来 饶式硬汉也抵挡不住 瞬间昏迷倒地 昏迷前 他心中哀嚎 这该死的徐家军 不讲武德 余下几名都尉更好解决 满心满眼都还落在大帐内 那摆满瓜果酒肉的桌案上 张飞跳起来一人一棍子 统统打晕 远处的卫城城墙上 被迫留守 满心怨念的都尉 朝徐家军这边张望住 迟迟没等到马骏等人 一切安好的信号 心头顿时咯噔了一下 一股不祥预感 疼得窜起来了 王萍萍从大帐主位上走了下来 则勒一声 没想到居然这么顺利 马家这些将领 真的好单纯 徐大台谋望来 见他面上毫无愧疚 轻吃 勒一声 暗想到 也不见你因此就手下留情 张飞请示 大将军 这几人如何处置 对面卫城上 似乎已经发现了不对劲 咱们今日若要进攻 此刻必须争分夺秒 才能抢占先机 赵云已经把马骏连带住五名 都尉全都绑了起来 都是武将 身体素质好 张飞那一棍子 对他们造成的伤害并不大 此刻眼皮子抖了抖 似乎是要醒来 赵云立刻一人补了一手刀 让他们继续昏迷 王萍萍冲张飞摆了摆手 你怎么就想着打打打 不战而屈人之兵 才是上策 我们还需要马家 这些兵力对付曹德大军 真与西凉交物 对我们并没有好处 西凉骑兵出了名的勇猛 要是能够得到马超的帮助 此次便可一举拿下 斯利和眼周这两块地盘 所以 他设下这个鸿门宴 只是在给马超一个 主动服软的机会 当然 如果对方脑袋一根筋 打死也不想合作 那他也不介意杀入西凉 直接砍了马超的头 大不了 就是拿下斯利和眼周的时间 往后延长 至于此刻从南边杀来的曹氏大军 王萍萍一点都不慌 甚至还有点迫不及待 西凉这个地方 中间有一段天然的关爱 狭窄无比 颇有一副当官万夫莫开的架势 从前这里是大清用来抵御匈奴入侵的关爱 现在嘛 很适合用来关门打狗 只要曹军赶进来 他就叫他们有去无回 优势在我 莫慌 坐下来吃点东西 咱们慢慢的 王萍萍重新坐下 指着桌案上那些瓜果韭菜 让大家边吃边等 谁能抵挡得了美食的诱惑 马骏活生生被一股浓郁的烤肉香气 馋醒了 迷迷瞪瞪张开眼 脑子还有点糊涂 分辨不了自己到底在哪 嚷道 有剩好酒好菜 通通给老子端上来 话吼完 迎来张飞一刮皮 这才清醒过来 万分惶恐 没给他再张嘴的机会 赵云用一个烤马铃薯 塞住了他的嘴 就这样 徐家军大营里该吃吃该喝喝 空气中充满了快乐的气息 而卫程中 在军医尽心尽力的照料下 马超终于能下地了 其实他伤的是手 一早就能下地 只是军医和身旁的亲卫 都怕他出什么意外 看得格外小心 这才硬是忍到了今天 马超刚要在饭桌前 坐下吃点东西 安慰自己这些天 几度崩溃的心情 就听见外头有人大喊 主公不好了 马军大人和几名都尉辈 徐家军的人给骗走了 马超倒嘴的一片肉 都没来得及送进嘴里 忙放下筷子 起身大步朝外走去 他还没走出帐篷 那大喊的官兵就冲了进来 见到他先是一愣 而后便扑通跪了下来 什么事 到底怎么回事 你起来给本将军 仔细说清楚 马超一把将官兵提了起来 随时军医急忙喊他 小心手上的伤 可别再弄得旧伤复发 马超这才松开了官兵 要他把事情说清楚 事关马俊等人的生死 官兵老师把徐家军 前前后后的几次投尉 都说了出来 好嘞 好嘞 好嘞